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今天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 因为我刚刚说我从埃及回来 我们这期呢大家看标题应该知道 我们就是很想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旅行中怎么买买买的这些故事 还有一些小的tips 所以这次呢我就请来了 我这次在埃及团上遇到的一个 特别会买然后特别能买 并且能劝别人买的一个不知名博主 用他自己的话不知名博主NJ 请他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不知名博主NJ 是出了埃及入了南京 正在幸福的食物昏迷中的热衷 并且擅长给人种草 让人心甘情愿花掉他们本可以不花的钱的 NJ 大家好 是一个贯口博主 对我要说一下 这是我们好几个月以来 第一次限下录音 我们又来了这个南京 然后刚吃完 现在处在一个困顿的状态里 每次限下录音就是中午一顿吃 然后开始困 不想录了 而且我是会在嘉宾面前就不停地表扬说你看南京好吧 而且我要稍微曝光一下小北 就从我们短短的这1.4公里的从餐厅到酒店的这个路程里面 小北已经拉我们停顿三次 分别去了三家不同的店 分别打包了三种不同的食物 外带 对吃完饭之后又买了三种东西 是的 是的 我们今天不聊南京 对对对 不然老实说我们是南京 野生代言人 对 那我们先说一下 为什么要想到要聊今天这个话题 因为刚刚也跟大家提到 我刚从埃及回来 因为我之前去了好多次了 然后呢 我就一直在跟我的队员说 其实埃及没有什么好买的 都是一乌货 咱们在中国就能买到质量也不咋地的东西 所以大家不用多买东西 结果就遇到了NJ 然后NJ在整个团上带领着我们的妹子 就是发了疯一样的在团里买 然后买到第一个是有些店已经被买空了 然后第二个是有些不是没买到 比如说像我们之前遇到的有些卖那种极油的那种小册子 对的 就是把人家邮局都买空了 买空了之后我们再想去买的时候 他都休息了 休息了之后呢 把人家一年的KPI了 然后休息了以后呢 就大家都回国了嘛 从此以后我们的群里都一直在说 哇没有买到那个雪亏一个亿 天天都说雪亏一个亿 对所以我觉得 这个NJ是很会买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特地想让NJ过来跟我们聊聊 他关于就是 花钱的故事 对花钱的故事 然后怎么在旅行中买买买的一些好玩的故事 对 好的我准备好了 我有一箩筐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 以及一箩筐的技巧 你要不要讲一下就是你有多会买 多会买 我觉得我撑不上 这个是谬赞了 我觉得 一般这么说的人都很可怕了 但是我是真的很爱买 我觉得我已经跟自己自洽了 就是之前如果人家问我说 哎你的爱好是什么呀 哎呀我就是 喜欢阅读啊 我喜欢旅行 喜欢看电影 喜欢绘画这样子 但是我现在觉得 我Number One的爱好 我非常光明正大的承认 我就是喜欢购物 我就是喜欢花钱 我就是喜欢花时间 宝贵的时间 在淘一些喜欢的 可爱的好玩的物件上面 而且这个东西 它是能够给我带来 真真实实的快感的 对 你要不要说 我是说 你要不要说 看你老公 跟着你有多可怜的 哎呀他不可怜 他不可怜 老公的命也是命 就是 一言以蔽之 我为了购物 能够囚禁我的老公 啊 讲讲 就是我们去巴黎的时候 因为我老公他第一次去巴黎 哎很多人都不知道我结婚了 其实 谁在乎 这是的 我一直在想着 你要干嘛 你要来这个节目 没让你来征婚 哎呀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因为他有一个代号 叫贾老师 那就叫他贾老师吧 好的好的 对 就是我跟贾老师 在五月份去巴黎的时候呢 我夸下海口 我就说 姐带你玩 因为我之前在巴黎上过学嘛 也比较熟悉那边的 购物的地方在哪 然后 他是第一次去巴黎 我们本来是去法网的 那看了法网之后呢 就第二天 比如说 休息啦啥的 然后结果 在那边一个礼拜过后 约了一个我们在巴黎的朋友 在那边聊聊天啊 吃吃饭啥的 然后我们的朋友就问起了 他说 哎你们到巴黎都一个多礼拜了 你们都看了些啥呀 贾老师 沉默 然后说 我想去巴黎铁塔 一个礼拜了 你不会这一个礼拜 都把你老公囚禁在商场里吧 对啊 就是你知道吗 巴黎有一个非常好买的商场 叫做Loupon Marche 然后就把他囚禁在那了 就让他 让他给我做数学题 让他给我算 怎么样买是最实惠的 哎 那你老公是个好男人 确实是好男人 陪着你逛一个礼拜的商场 最后有一个弱弱的愿望是 我想去巴黎 看巴黎铁塔 真的好可怜啊 那既然NJ讲到他这么会买 那我们第一个先要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一般我们到了一个新的 没有去过的旅行目的地 都会去哪里买东西 除了商场之外 商场超市什么的 这个肯定是大家都知道免税店啊 什么的 那我先说一个吧 我一般是这样子 我因为我去的发达国家 好像的确不怎么多 我喜欢去那种发展中国家嘛 然后发展中国家有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交易 叫做Fail Trade 就是他们有很多商店都 有的名字就叫Fail Trade 有的叫其他名字 但是它是一个叫公平交易的 这么一个一些小商店 然后那些商店里面主要是一些 比如说他们为了帮助当地的女性妇女 去提供一些 比如说一些手工艺品啊 或者是一些纺织品 然后他们会把这样的女孩子做的东西 然后放到这个商店里面去卖 然后其实你们可以理解 它就是少了什么中间商啊 少了一些剥削 然后让这些手工艺的东西 直接到了这个家店 然后你买了之后 他就能直接返利给到手工艺人 然后去帮助当地 然后我就蛮喜欢去这种店里面买的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去 比如说埃及印度这些国家的话 大家去搜这种Fail Trade的地方 第一个我觉得他做的东西 我自己个人觉得矫情的说 我觉得很有温度 因为他的东西也不是那种工厂做出来的 当然了就是大家都一样 我工厂女工也是女工 但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他们的手工痕迹很重 也不一定是最精美的 然后第二个是有的 你如果能遇到的话 他们很多的那种工艺品上 还会留下制作者的名字 虽然他们不一定是艺术家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 然后第三个是 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做的东西 就是有种丑萌丑萌的感觉 我曾经在土耳其的一个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集市里面 买到过一个老奶奶做的东西 说实话我现在都不知道 那个东西是什么 是一个四方形 长了四只脚 然后头上像一个蜡烛的火焰一样 一个编织的东西 是一个小挂件 当时我一眼看中它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东西好丑 但是好可爱 不知道是不是任何的生物体 但我觉得很可爱 我当时就买了 你没问它那是什么 我没问 然后后来我就 我就问我朋友 我说我买了一个这个很可爱 我一看它我觉得很治愈 我朋友说 这不是小龙虾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会联想到小龙虾 我就喜欢这种丑萌丑萌的东西 然后手工痕迹很重的 所以如果大家 会去到这样子的国家的话 可以去搜一搜看 这种小市场里可以买到不错的东西 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 对 好的 我之前也听过Fair Trade 其实它是一个挺大的概念 有些卖咖啡的它也会行 对对 也会有 如果它是Fair Trade 意味着它给那个咖啡最原始的 采摘和加工那部分人 会给更多的报酬 可以理解就是少了中间商 对对 我们这次去埃及也逛到Fair Trade 对对对 就是拜您所赐 推荐了一下 是的 然后一窝蜂而至 而且你知道有多好笑 就是Fair Trade 他们的店员会问说 你是从哪里知道我们的 因为他们很想知道 这些来帮助来买东西的 都是从哪些国家来的 然后我们有一个店员说 小北 recommended me 然后那个店员说 小北 小北是什么 是小红书吗 因为他们都知道小红书了 真的外国人知道小红书 对他们店员说 是小红书这样的东西吗 我说不是 小北指南 对对对 小北指南 但是我要说啊 Fair Trade 其实它不仅存在于 发展中国家 或者落后国家 它其实是 在发达国家也会有的 而且特别是会存在那些 比较niche的 这种贵贵的白人社区 因为他们就想 不管是以一个 做慈善的一个概念存在 还是说以一个 想要去一些比较original 比较原始的 比较手工的东西的存在 它都会开设 所以只要你感兴趣 然后只要你做功课 都能够在各个地方 去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店铺 只是说它的价格 也许会随着当地的这个物价 来进行一个浮动 对 其实我觉得是高一点的 就是它的价格 手工艺会稍微高一点的 对 但是基本上 还是大家可以承受得起的 但是我觉得 买Fair Trade的一个点是 在于你跟 这一个手工制作人之间的 一种联系 你买的是它做的东西 而且你知道这个地方 它是公开的 它是透明的 至少它是这么说的 对吧 那我们就选择相信 是的 那你就知道 这个叫Natalie的人 这个叫做Uber的那个什么人 他就是跟我有这样子的一个连接 那我觉得是挺暖心的一个行为 对 而且这个挺适合旅行的时候买 你只有去到那儿 你才能 那个地方 对 买得到 工厂东西 现在基本上淘宝就都 一屋 一切 对 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一屋 对 那NJ呢 一般去到旅行目的地 都会去哪里买 这个就是 除了商场 除了商场 说来话场 地方真的有很多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因地质疑的概念 就是你去到 比如说去到法国 那你必须得要去商场里面逛一逛 它这一个地方的存在形式 就是商场 就是跳蚤市场 对吧 但如果你去到像我们刚刚回来的埃及 这地方它就没有商场这个玩意儿 就是很少 对吧 那你就只能去逛 它们当地非常流行 或者说是一直以来很传统的 这么一种商贸形式的存在 就是巴扎 对 对吧 哦 他们也叫巴扎 嗯 也叫巴扎 跟新疆一样 嗯 对 对的 可能是一个雨 我刚想说是雨 对我朋友问一下 对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因地质疑 那你问我去哪里买 那我就是当地人去哪里买 我就去哪里买 嗯 就比如说我们去 从商场说起的话 其实巴黎的话 我很推荐 虽然说是把我 把贾老师囚禁 但是我觉得他在里面 也非常以然自得 非常开心的一个商场 叫做louponmarche 嗯 然后巴黎呢 也有一个跳蚤市场 嗯 是在这个市区外面的 在外面的神 然后比如说我们去到埃及的话 我像卢呃 卢克索 嗯 他就是有一个巴扎 然后还有 我们是去到哪 阿斯旺是不是也有巴扎 开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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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去开罗 我们就去哈利利市场买 然后去卢克索的话 就是卢克索有一个巴扎 就去那里买 它是露天的那种大的 对 哇 那真的新疆 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沿街的那种小店铺 但是与其说是沿街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 大广场上面搭建的那个棚子 嗯 就是有点像新疆巴扎的 对 对对对的 对 其实 这样又变成了埃及旅游节目 就是除了巴扎之外 我喜欢逛的那个埃及 就是我之前说的开罗有一个扎马雷克岛 它是使馆区 所以有很多设计师 比如说有黎巴嫩的设计师啊 有些中东的设计师 会在那边去做一些设计性 更强的一些艺术品 或者是手工艺品 嗯 那个地方它就是一块区域 然后是有一家一家独立的设计师的店 嗯 那个也很好逛 它是那实体的小商店的那种 对对对 它就不是巴扎了 它就是小商店 一家一家的店 对 而且我觉得 你在哪里去买什么东西 跟这个地方它盛产什么 有非常强关联的一个关系 就比如说 我们去法国的话 那我就会比较想要去买一些古着 就是设计师古着品 那确实对吧 他们这些人都是从那儿开始发迹的 那有些牌子 它现在已经不生产了 它之前就是做这个商标 它现在已经没有了 但是你还是可以在巴黎的跳蚤市场 买到它之前的一些作品的 那我觉得就是很棒的一个 然后再者 比如说你去到一些原始的生产地 你可以去澳洲买欧博 类似于这种 对 然后你去摘普尔 去买一些宝石钻石 去比利时 买一些宝石钻石 说的太轻松了 感觉跟我出门买奶茶一样 珍珠奶茶和珍珠可不是一回事啊 就是那些地方 你说的好像在刚刚那个霸王茶季的那个 奶茶里加了点项料 买宝石 都能说的出口 你怎么不说你去买矿啊 还要再比如说去埃及买纸缩草 去印度买细密话 这些东西对吧 你也许听都没有听说过 我没听过你能讲讲吗 纸缩草和细密话 我现在就来安利你 我看你以后买不买 就比如说买印度的细密话 印度的细密话呢 是一个在乌代布尔的地方 他那边一整个城 或者说有这么一条街吧 一整个城 他全部都是那些做细密话的手工艺人 他细密话的一个点呢 在于他的这个画非常的精细 非常的小巧 一张画或者一个图案 他一塌瓜子就有一个巴掌的大小 然后他是画在丝上面的 然后那些丝呢 一般性来说都是彩色的 就颜色很艳丽的丝 是蓝色的呀 亮黄的呀 亮绿的呀 然后上面他再会有一些彩色的画笔 给你去勾勒出非常精妙的一些图案 把人的这个面貌呀 把动物的这个脸啊 形态呀 都是画得非常唯妙唯笑 栩栩如生的 那这样子的一条艺术家之街 我就喜欢去买他们的这些艺术品 然后再比如说像纸缩草 我们的导游Shaban也跟我们讲过 Papyrus 就是纸缩草 是纸 他这个草就叫纸缩草吗 这个植物就叫纸缩草 这个植物他就叫全身打 笑起了学生打不出来 老师在补充 老师老师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 就是纸缩草 它其实从古埃及就一直被古埃及人 放在他们的图腾啊 放在他们的雕塑里面 它一直都是一个异象的延伸 然后古埃及人也从来都是用纸缩草 做千千万万种东西 那其中一种衍生品就是用它来做纸 因为它这个剥开它的纤维非常非常的薄嘛 它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把它给压平了 然后变成一张可以书写可以书画的草纸 那它上面再画一些画呀写一些字啊 那它就是一个非常具有当地特色的作品 那这个玩意儿你就得要在埃及买 对吧 对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纸缩草 我们当时不是看了吗 纸缩草这个植物 它有一个很神奇的意象 就是它的跟径是三角形的 就是它的这个花的跟径 横切面是三角形 对对一般我们都是圆形的嘛 对对对 就是那种像个吸管一样 但它是三角形的 所以你知道国外界人对金字塔的迷恋 对 而且第二是它硬度很高 所以他们以前的时候 他们甚至会把它拿来编船 就是做一些船只啊什么的 它硬度很高 要不然怎么能做纸呢 如果是很软的话就断了嘛 有道理啊 对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做纸 但是当然以前肯定不是那种普及的 像我们这种中国以前造纸术的 这么一个那种纸了 其实是它的工艺 而且也都是贵族啊 就祭司会去用的 不是老百姓能用得起的东西 最早的时候 所以纸缩草就对于他们来说 第一个他们自己的工艺嘛 现在还是用古老的方式在做 然后第二个就是在纸缩草上做画 这种方式的话 也是现在的确是埃及人 当然他们也有手就是击打的 也有那种机器可以去做的 但是更多你们可以去找到一些当地人 可能是他世家 就是他的祖族爷爷什么 就会画这个画 当然现在颜料也变多了嘛 现在各种颜料的运用 可能也比以前要好 所以他们现在会画 画什么内容呢 比如说会去画一些 埃及壁画里面的 比如说帝王谷或者金字塔 非常有埃及意象的这种壁画 会把它画在这个纸缩草上面 有法老王啊 有各种各样的埃及的神啊 然后第二个是 他们现在研发出来的一个种 是可以夜光的 对的 颜料是夜光的 对的把灯一关 然后上面的那个图案是夜光 然后我们对面都说 这有点恐怖 是吗 画上一关灯 然后结果一个法老 对对对 一个图坦卡蒙 直够勾订着你 对 倒是很好的一些 作为游客 或者作为一个当地的 纪念品的一个东西 而且现在你们知道 就是在埃及买 你可以跟他大量的砍价 然后可以买得很便宜的 如果你们愿意在国内的话 去出手这个 比如说他放到闲鱼上去卖 可以倒卖 可以卖很贵 对对我问一下 比方说你在那边砍价 可以砍到多少钱 有请认识 砍价这个事 我有话说 首先我个人觉得 就一个地方 它的价格 它肯定是有一个市场价的 就是学经济 对吧 咱经济学老师都在这了 它就是虽然说 这个地方的 也许平均工资 或者说是生活成本 确实不如 你来自的地方那么的高 但是我个人认为 如果他开的价 没有说那么的离谱 或者说到一个 你完全不能承受的价格的话 我觉得砍 差不多就可以了 因为在我的理解里面 你去进行购物 跟小商小贩 讨价还价的这个环节 其实也是 你旅行当中的 一个体验之一 所以说 如果砍价的话 真的没有一个标准的公式 说你这个地方 你就往百分之 对 你就往五折砍 你这个地方就往四折砍 我觉得没有 真的是 各花入各眼 你觉得他值多少价 他就是值多少价 其实你往大处了看 在我们社会程序 社会秩序 非常非常完善的 所谓的艺术品拍卖行 它其实也是一种 讨价还价的行为 但是它只是说 放到了台面上 它更加的被大众所认可 但是你细想一下 它是不是 确实也是各花入各眼 一人一价呢 那我觉得就是在一个 你旅行当中 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 它值你现在感受到的 这一份欢欣 这一份喜悦的 那只要不是特别夸张的价格 我觉得都可以 你怎么那么一本正经 就是千金难买我愿意 对对对 千金难买我愿意 你现在是有种学生 没有我跟你说 我买东西就是这句话 千金难买我愿意 就是如果这东西我不喜欢 你再便宜我也不喜欢 你们这次买了吗 这个就是画出画的 买买买 我批发了 你这我买回来 大概多少钱 它有多大呀 我没概念 大概就是A4纸的大小 大一圈 哦哦明白了 这么一张大概多少钱 我其实去了很多家 从哈利利市场 到各家的巴扎都去问过 然后我觉得比较好的 确认是手工化的 我大概买下来是100I磅一张 大概两美金 哦哦这么便宜啊 对你觉得是便宜的吧 我刚才说贵了 这样我听了半天 我内心的预计 已经从珍珠奶茶变成珍珠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 你认为这个东西 它是值这个价格的 就完全可以 而且我确实觉得 它这个值100I磅 是因为很多纸缩草 就是在埃及 很多卖纸缩草的地方 它是给你印刷的 它不是真正手工的 你知道我是怎么判断 那家店 它就是纯手工的吗 所以我们跑进去 我稍微就是姑娘看了一下 然后突然间看到了一张纸 上面写了中文 它说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老板是美术生 然后 啥呢 真的呀 你的拍都不准好简单粗暴 没有没有没有 然后它后面有个署名 来自中国上海的肯定 所以是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是中国人在留言的 不中国人留言在上面 对的 留言本 对对对 它就是给它贴起来了 然后我就想 有一个中国人在这买了 至少对吧 咱就是说 要骗大家一起上当受骗 我把这个预值给稍微拉大一点 那就是对吧 就把这个平均给拉一下 反正它一开始给我的开价 其实也不低 大概要250I磅一张 实际上250I磅这个 你不能用这个心思啊 你要是对你当地的这个物价 我跟你说 就是虽然我们确实也觉得 不是我觉得柯子去埃及 一片一个准 就是啊还可以啊 我觉得你千万不能有 这样的一个思想 因为你想你250I磅 千万有这个思想 他骂你呢 说你250 不是不是 你会觉得250I磅 300I磅一张 也就五六美金 三四十块钱 对啊 一杯奶茶的钱 对吧 一杯奶茶加了两百个料的钱 但是你要想 他们那边的平均工资是多少 如果你去心甘情愿的 付了他这样子一个价格的话 你会促成他那边的一个 就是经济的失衡 我扰乱市场了 对你会有点扰乱市场 我最大恶极 不是不是 就是你也不能说 劣币驱逐良币 但是他 但是他会 他会让这个市场 就是自由市场的话 他会形成一个 往那边偏袒的 这么一个方向 那久而久之 很多人他也许就 对吧 他米糕也不卖啦 他甘蔗汁也不榨啦 他就去卖植缩草 他就去卖给中国人 就卖你二百五 这个也不行对吧 他抬高了整个物价的话 你说这个也不行 也不行的 要有一些 社会责任感买东西 也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最主要就是 你要去根据当地的 这个物价来 去进行一个 好一点的衡量 而且我又想就是 像买卖这个东西 它其实就是一个 谈判的过程 你觉得贵 你觉得便宜 你都是因人而异的嘛 那谈不成 买卖不成 仁义在嘛 对吧 就再见 Thank you next 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像 我知道一些 比如说像埃及啊 土耳其啊 这些国家 其实他们也挺喜欢 讨价还价的 我觉得阿拉伯商人是一个 就是也是一个 非常精明的商人 然后他们也知道 你要还价的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 开的价格就是高的 因为我们中国人觉得 或者说我们现在 大多数人 因为在城市里 都是Face price 城市生活是这样 就是快点 就是你给我一个固定价 我觉得OK就买 买完就算了 旅行中买东西 一定要享受的是什么 就如果这个东西 也不是一个日用品 急需用的东西 你反正也要买 那你就是觉得说 那我砍砍价 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 有的时候砍价 是一种体验 就我可以讲一个故事 就是我当时也是 去埃及的时候 有一个女生 然后我就跟她一起 当时她也是买纸缩草 但是比你刚刚说 那个尺寸小一点 她就问我 她说这个大概多少钱 我说差不多两美金 我差不多跟你 是差不多一个价 她说不 我一定要砍到一美金 我说不可能 那我说怎么可能 到现在为止 我都没有见过 谁美金成交 然后这句话 就激发了她的那个 就是 对 她说我中国女人 一生要强 然后她就去砍 她每家店都往一美金砍 而且因为这些东西 怎么说呢 就是说反正买不买 我也不亏 对 反正亏的是那个商家 她可以想做成这个生意 所以就一路 非常非常执着 而且你知道 你只要展露出那种 你好像很喜欢 但是你又愿意砍的 这种状况下 那个商家就是会追着你说 那你说多少钱嘛 就是 对 就有点像我们那种 小批发市场 服装市场那种感觉 然后呢 大家就要跟你拉扯 很多很多来回 你为了这一美金 你可能要在那 耗半个小时 跟他说不不 就一美金 然后那个爱景人就说 啊 我们是Friends啊 我很喜欢中国人啊 我送你很多很多东西啊 就是你知道 就是商人的那个 那个部分又开始拉 开始跟你聊啊 什么的 然后就说 你看我这个多好 这个质量多好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后来好不好不容易 那个人真的受不了了 就是连那个商家都觉得 我的这个朋友 实在太坚持了 因为他就说一美金 多一毛钱 他都不会付的 而且他就真无所谓 他就要走了 结果后来人说 好吧好吧好吧 那就一美金一美金嘛 反正他也不情不愿的 就成交了 就我朋友淘宝淘口袋说 我没有一美金 他身上只有挨棒 最后还是付了100挨棒 给别人 还是用两美金成交的 其实 但是他就是享受 这砍价的过程 对 他就跟我说 没事没事 这说明还是可以的 重担参与 你那朋友是不是交易员啊 他就觉得很爽 他就觉得目的达到了 但是最后是用一美金成交 还是两美金 真正付出去的这个钱是什么 他其实都付得起 但是对于他来说 他就觉得 我做到了 我跟你说 他这个行为 真的让我想到了 我一个交易员的朋友 他非常喜欢讨价还价 就是他不是付不起这个钱 但是他就很喜欢 去跟你一分一离的计较 因为你要知道 交易员他就是对于数字 这个东西非常的敏感 他在市场上面 他能够砍你一分 他就能够赚很多很多钱 就是他有一个胜负欲在里面 哎呦我的妈呀 他就是贼喜欢砍价 那你怎么砍的呢 因为我等会儿没去啊 是他带着我们团里 其他姑娘去买 买到最后的时候 他说他已经累了 就是对方已经说 中国女人太斯壮了 他还跟贾老师说 让贾老师离开我 因为我太斯壮了 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不知道他具体会发生了什么 不是啊 那个是在商场里面 去买那个香水 你要知道就是阿拉伯 我这个还真挺佩服他们的 就是我是从来都没有见过 这种香精香油这个东西啊 就是我只是说 知道一些商业化的香精香油 但是不知道他们这个原料啊 原料啊 什么做啥的 但是阿拉伯的 他们那个香油 就是我一进去 我就问他 我说你好 请问这边我想要一个 怎么怎么样 他给了我一本册子 我还以为说是什么调 什么调 结果它上面全部都是那些 欧美大牌香水的瓶子 是的 然后他就问我 Which one 你想要哪 他给你调过来 他说Exactly就是这个味道 是这样子的 的确是的 如果大家去埃及 如果大家会买香水 喜欢买香水的 所有大牌香水的原料 都在埃及 都是埃及提供 什么Dior 这些全部都是 Chanel这些香水的原材料 就是在埃及 对哦 哦这个值得去买一下 对 然后我就说 我要买很多 我的朋友 你看都来了那么多 你就给我便宜一点 然后那个人给我这边 不愿意 那边不愿意 然后一天到晚跟我说 哎呀这个东西 我们是premium 我们这个是高级香水 高级 但是他们的这个 就是我之所以还价 我也不是说瞎还 我也不是一定要去赢 而是我觉得他们一开始 就给我感觉 不是那么的真诚 嗯 我们那个群里面有一个朋友 他一开始去问说 这瓶香水多少钱 带瓶子 然后那个人跟他说 是一千一 挨棒 嗯 那我们就决定说 砍到一千 然后结果他在算账的时候 他就把那瓶算成了一千二 就是他自己报价都记不得 你知道吗 哦 那为什么会记不得呢 是因为他自己本来就瞎报价 随口报的 对 他自己就不诚恳 所以说他双目圆凳 非常诚恳地看着你 就是I love China 这样的时候 他也许给你的价格 他就是你没办法相信他 不真诚 对那我觉得你做生意吧 你要么就是一口架 就是咬定咬死 对吧 但是你如果 给我抓到了一点点 就是你有这么一个来回的空间 我就觉得你 那不砍不行了 对啊 就不砍不行 就凭什么呀 对吧 嗯 然后我就跟他就 你们是经历了多少来回 就后面就勒了呀 最后砍了多少成交的 呃 砍了大概也就便宜了几百块钱吧 反正一个汇率换过去就又没了 对吧 美金一换又没了 你们买了多少瓶啊 反正加起来大概是 我觉得八九瓶应该是有的 还有其他人的一些 嗯 那那他肯定赚了 对啊 他肯定是赚的 对啊 他当时还试图把一个 义乌产的瓶子卖给我 就是 就是这玩意儿吧 你怎么看出来 对 就是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 去逛那种源头市场 啊 在这边插播一句 我很喜欢 比如说深圳南游 深圳水贝 啊 广州四汇 啊 洁阳这些东西 我非常非常喜欢 好冷屁的地方 对 这都是原料 对对 就原料市场 然后所以我也去过义乌啊 咱义乌就很大气 叫做chinagoods.com 中国小货店 对对对 Anyways 反正就我一看这玩意儿 他就是义乌老板 对 义乌产的 我说的没错 都是义乌货呀 对 然后 他就在那边 也给我算非常贵的价格 然后我就在那边 偷偷的 这个扫图石图啊 然后一看 这淘宝上面 不是二十块钱一个吗 他非要卖我五百iBound的 那我觉得这不值 然后我就想说 哎 不是 那我还不如直接买你的这个原油 我回去自己加工一下 对啊 所以你没买瓶子 对不对 我没买瓶子 对啊 为什么要买那个瓶子啊 因为平台真的挺漂亮 很容易上头 回来二十块钱买卖不是 对了 但是这个 当下你很难这么冷静 倒也是 我也就是这么一说 对 我只是觉得 其实你说我差 这个十块二十块吧 我觉得大多数眼 是不差这十块二十块的 只是他当下给我 就瞎报价这个行为 让我有点 嗯 怀疑到他了 所以我就决定 做一个精明的女人 也许最后还是被他赚钱了 但是 但是我觉得我能审则审吧 所以最后他说 你是中国女人太strong是吧 对 但是这个也是 你知道的 就是阿拉伯人业余的 一种方式吧 对 在他们心中 就是女性都是比较温柔的嘛 没想到这么强势 是吧 哎 我觉得我这个也不是强势 我这个是正义 嗯 是是是是 还买出了正义感 我是距离力争 对吧 你不能瞎报价 我还没有说好 我怎么是确定上一家 那个纸缩草 是正宗的 这么一个故事 是因为我不仅发现了 中国人在那边 留的一个纸条 我还发现 那个老板是真的 如鼠家珍 就是我看到了一张 ISIS的画 就是他们那个女神 我说 哎 这张寓意非常的好嘛 那你有没有别的配色的 然后他就开始 在一个非常 唧哩嘎嘩嘩的地方 他能够很精准的 就给我定位到 就说 下面三层 左向脚 七种方位 就是七种方位 然后就是那边 有一张蓝色的 我就真的给他抽出来了 就说明他真的是自己画的 然后我看到 他那个纸缩草下面 有一个签名 一个是什么AK 然后还有个阿拉伯字 还有一个啥的 然后他说 这家店就是 他们三个人 他 他的弟弟 跟他的爸爸 一起开的 就是作品 就是他们三个人画的 然后我一看 确实就是 你同一个签名的 这个笔触也好 风格也好 精细程度也好 确实就是 像一个人所为的 就像一种笔记鉴定一样 然后比了一下 确实他爸 好像功力最深厚 就是能够画一些 写实派 然后他呢 就是做工非常的细腻 条条框框 就给你画的 横平竖直 然后都 是鼻子是眼 都给你点到位 他弟好像是 最敷衍的一个人 就是 他不是画 抽象浪漫 他弟 就是你知道 纸缩草上面 画也是非常的精美嘛 那你想画人 画动物 肯定就是要比画 那种符号 要来的难一点 对吧 他弟就会画 比如说 赫鲁斯之眼 画那个黑猫 贝斯特 对 他弟就画一个 画一些 就是比较简单的图腾 画一个甲壳虫 那个圣甲虫 对 圣甲虫 然后他呢 就画一些 比如说拉美西斯二世 然后他画一些 什么Nefertiti这些 对 然后他爸就画一些 埃及哈利利市场 这个 写实全貌 非常漂亮 这么漂亮 画上才卖一两美金 你们不觉得 非常便宜吗 那个画是贵的 他爸的写实派是贵的 那应该的 你这年只卖一两美金 他爸那个画卖多少钱 五百 爱棒 那也不贵 那也不贵啊 对的 但是在那边 我们俩又露出了那种 在那边其实是 我觉得就是 你说的也对 在那肯定是 属于贵的东西 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 有道理 那我们刚刚聊了很多 就是我们这次 其实买买的 那有没有大家 在以往的 比如说旅行经验当中 买到过什么 印象深刻的东西吗 也可以是丑东西 我感觉你想讲丑东西 你给自己留了一口 没有没有没有 我想讲一个 我买过的一个 最贵的一个冰箱贴 大概买了人民币 差不多是一百三十块 那还是有点贵的 冰箱贴 因为是个冰箱贴而已 然后当时是 我在南美的时候 是去到那个智利的 就是Patagonia的 那部分山脉 然后因为 就是我当时徒步去的 并没有想过 要去买东西 所以没有去任何的 什么集市啊 什么这些东西 然后我当时是 在那个Patagonia的 那个山脉当中 是有一家 当时一个晚上 要花两千美金的 一个酒店 它是一个 国外叫做Explore 就是探索性质的酒店 那个整个山上 就这么一座酒店 但我住不起 所以呢 我们正想夸你呢 我没有 我住不起 我住不起 然后于是呢 我们几个同行的 小伙伴说 既然住不起 那进去看看做行吧 就是 对 所以我们就走进去 看一看 就是说这样的 因为它非常的朴素 它不像大家想象中 这种豪华酒店 建的什么高楼什么的 从外观看上去 是一个非常朴素的酒店 你看不出任何 它值两千美金一碗的 这么一个价位 但是它好是好在 第一个 这个整个山上 只有这么一家酒店 第二是 酒店是有很多的 类似于像 可以理解有国内 像松赞一样 就是你住进去 是有很多探索性的体验 它的管家 会带你们 去这片山上 做很多很多活动 哦 它的两千美金 还包括这些活动 对对对 是的 但是还是贵嘛 当然是 对所以住不起 所以当时我们就说 走进去看一看吧 然后当时是在 那个酒店里面的 类似于一个 纪念品的小店 然后那个店里面 其实它一般卖的 都是一些装备 因为他们有的时候 客人要出去徒步 所以会有一些 Patagonia的这个品牌的 衣服啊 包包啊什么的 就是卖这些装备的 然后我是在一个 小角落里面发现了 就是他们所在的 这座山的一个 冰箱贴 然后我当时 为什么会买 第一我觉得 Patagonia这个山 我可能这辈子 再也不会去了 然后第二我觉得 我也不太可能会去住 这辈子也不一定能有 这个机会的住 这个酒店了 就是两千美金 掏不起 对对 但是我是一百多人民币 我还是掏得起的 对对对 然后第三 我觉得这山上 其实就这么一个 可以买东西的地方 就是想在这个位置 稍微做一点纪念 所以我当时我就 买了一个这么贵的冰箱贴 你别说 好看吗 我当时说好看了 我都花了一百多了 我可以把这张冰箱贴 到时候放在 我们的那个show notes里面 对对对 好很想看 看一下这个 一百三十多块钱的 这个冰箱贴 但它可能也不是最贵的 我估计一百三 一百多的冰箱贴 我买过的最贵的 对对 可能我本人买过的 最贵的一个冰箱贴 然后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 是我买过一块铁 就是我是在很多年前 去那个土耳其 如果大家去到土耳其 去那个安卡拉 他们的首都 然后有一个 非常值得逛的一个博物馆 叫安纳托利亚文明博物馆 那个博物馆 是欧洲前几名的博物馆之一 这个博物馆 整个展区 它讲的就是 这个安纳托利亚大陆 从它的原始时期 到比如说 什么青铜时期 什么各种各样的民族 来到这块土地 就整个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然后为什么 我现在对那个东西 印象深刻呢 是因为当时 我是看它造型很好看 它是一个铁做的 就是一块铁 做成的一个太阳盘 然后上面挂满 就是是一个路角 是一个路 所谓太阳盘是个什么 对 然后我当时也不理解 我想什么叫太阳盘 为什么 这不就是个路头 然后后面画了一个圆圈吗 怎么就是太阳盘了呢 但是因为当时 我觉得这个造型很好看 我就买回去了 然后结果在多年之后 也就是在今年春节的时候 我正好去完安纳之后 我就回到了土耳其 我去了土耳其又去到了这个博物馆 虽然我以前看过 我已经不记得了 所以我当时就回到了这个土地之后 我就发现 哦 原来这个太阳盘是当时赫梯人 因为他们非常擅长打仗 而且他们擅长打仗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会铸铁 他们会用铁器 然后我就想 那他们为什么用这种图腾形式呢 原来这个时候就跟埃及梦幻联动了 是因为当年赫梯人 跟拉美西斯二世打仗的时候 在卡迭时 有一场非常著名的战役 最后他们双方是签订了 和平条约 就是说我们停战 大家比如说我嫁个女儿过来 对吧 然后我们大家开始各干各的 对吧 我把你的文化引进过来 你把我的公主嫁过去 什么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和平条约 为什么会有太阳盘呢 大家知道太阳就是 国埃及的信仰 所以赫梯人是把这个信仰 带回了他们自己的本族 你知道那个时刻的时候 我真的鸡皮疙瘩都起来 我当时觉得我 我旅行的目的地产生了梦幻联动 而且是我在多年前 就是依据我自己个人的审美 喜欢的一个东西 然后在很多年之后 突然产生了共鸣 我当时觉得 哇我简直热血沸腾 但它很重 就是一块铁 实心的呀 实心的 实心的 多大 这个也看不见 这么大 对我当时也会放到 一个砂锅 半个A4纸 半个A4纸 我当时也会把这个图 贴在那个show notes里面 对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它好看 但是现在我发现 原来它的意义是在我 就在我的旅行当中 突然串起来 而且是在很多年之后 我就觉得 这两件东西 是我买过的印象最深刻的 两件东西 一个是贵 一个是把我喜欢的 两个国家串在一起了 我其实我这个时候才知道的 它好像真的 它的故事和你的故事 就是串插在一起 连接在一起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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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我买过的一个 印象深刻的东西 对 那客资有没有买过什么 好玩或者是你印象深刻的东西 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 我没有买的东西 就是我之前 是遗憾是吧 就是很多买到的 也有故事 但是呢 我其实觉得买到之后 我的印象就没有那么深刻了 我偶尔还会想起来的 就是我真的是一个美买 就我一年去新疆的时候 去乌恰县 就是中国的最西边 那个鸡尾巴 尖尖上那个地方 我估计也是 应该没有什么机会再去了 是的 当时就是想买一个 叫库木兹的乐器 因为我在那边认识一些 是十二木卡姆里的一种乐器吗 哇 你要说 它是不是十二木卡姆的 我还真不知道 它就是 因为那个地方是克州 就是克兹勒苏 克克兹族的自治州 它和外面吉尔吉斯斯坦 是连着的 他们共同拥有的一种乐器 叫库木兹 我当时就想 那我去都去到那 而且我是在那边认识的朋友 他会弹 不说你能不能帮我买一把 我想太简单了 我以为这个东西 就跟什么吉他小的琴一样 你去乐器市场 乐器店 直接买个现成的 对 它说没有 因为这个东西会弹的人 不是很多 大家日常也不会 隔三差五的去买一个 所以它没什么存货 你要想买 如果现在正好有现货 还好 如果没有 就要从吉尔吉斯那边去进口 去线跟那边联系 说我这边想要一把琴 那边接到消息 然后再寄过来 所以国内是没有这个性 就是不生产 他可能会同一批 寄这么几十把过来 卖完就完了 我正好赶上了 他们存货都卖完的时候 所以当时的情况就是 我也不可能在那等很久 就需要跟那边的朋友 商量好以后 我先下定金 把钱全都掏了 然后他去下单 再等那边发货过来 然后再给我寄到内地来 你这琴不会弹 你都对不起这把琴 关键就是我不会弹 你有没有想过 要好好学一下吗 哎呀 我当时就在纠结 因为我确实不会弹它 如果我要下这么大的本 其实也不是钱的问题的本 贵吗 贵吗 一千多 就作为乐器 它不是很离谱的价 很正常的一个 弹播乐器的钱 我就觉得那你花很长时间去等 而且万一说 我收到那个琴不是很好的话 我要不要退 要不要换 都很麻烦 整个这个过程链条又这么长 而且那个朋友 我不是特别熟 就在那边认识的 那你当时想买的时候 是真的想拿回来弹 还是只是想当做一个纪念品 如果他很容易就买到了回来 我是会学一下的 而且我买回来 我跟谁学呀 谁教你呀 他太冷门了 这个乐器 你不是说上B站 搜两个视频就学了 你为什么喜欢这个乐器 我看完弹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好听 而且他又很有特色嘛 就是那边的特色乐器 如果真的就是说 路边有商店 很容易买到的话 我就买了 我买个冰箱贴 这个形状的冰箱贴 反正最后就是纠结了很长时间 我又如果要买 就是很麻烦人家 这个里面的交易成本 不光是钱啊 还有时间啊 风险啊 跟人家对打交道 就是还得麻烦人家 一直帮我盯着这个货的事 就始终纠结 从我到那儿的第一天 我就在想这个事 然后一直到临走之前 我还在纠结到底要不要买 然后包括我回来之后 那个朋友还发微信 问我说你还买吗 哇我最后还是没有买 到现在我还没有买 但是淘宝上能找人买得到吗 就是淘宝我搜了 你要买也是有的 但是淘宝就非常非常少 可能一两家 也要等很久 还是比较冷门 太冷门了 就是这个东西 他就是我想买他 在于他冷门 淘宝是不会轻易买得到的 但是最终没有买 也是因为他的这个太冷门 他交易市场还不是很成熟 要买他这个过程里比较复杂 而且我要从那买一个乐器的话 我怎么拿回来 他会不会放坏 然后我现在在南方生活 这边存储乐器是很麻烦的 尤其他本身是一个新疆的乐器 对对对 我拿到这来 可能如果我保管不好的话 一两个月就坏了 是的 他就潮了 对 这个让我想到 我原来在新疆南疆的时候 我买过一个手骨 就是皮 皮面的骨 回来就卷了它 不是卷了 是当时我是觉得特别好听 就是对 回来声音会不一样的 对 然后我回来说 声音怎么那么难听 后来我发现因为湿度太高了 对对 是差别很大 后来现在就变成了个百件 我在这边连吉他 我感觉我都保管得很不好 那这种东西 不小心坏了就坏了呗 你弦绣了你就换嘛 但是那个我就 哎呀怎么说 我感觉这个事情里 我自己太纠结了 但是它就是我在旅行途中 想买又没买 又时常想起的 印象深刻的一个东西 哎呀得不到的 永远在骚兜 哎呀就是这个感觉 如果当时真的买了 买了你就算了 对现在你 我问你有什么印象深刻 你说没有 没有 所以你平常自己会玩乐器 对吗 对对 你喜欢的吗 那我其实还挺支持 就真的 就是 如果你当时没听我 我要是在你边上 我就 没事 我会帮你一起盯着的 就是你极尽洗脑功 然后让你把它买下来 就是缺一个人 我当时在那个途中 跟我同行的朋友 我都说了 哎我说我想买这个 他们说那你就买啊 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个 买这个东西 有多么的复杂 他们一听就说 也有道理 对是挺麻烦的 就没有下文了 如果当时有人 哎你现在劝他买 现场劝他 我跟你说一个 我自己的故事 你知道我家里 有一把什么琴吗 什么琴 乌德琴 你会吗 怎么可能 会一丢丢 我真会一丢丢 你怎么学的呢 我在大理学的 大理怎么什么都 我刚想说乌德琴 怎么会在大理出现啊 因为大理真的有好多摇滚老炮 要么老师听到了会不会 我那把乌德琴 是找了一个老师 给我订过来的 我那把跟你差不多的情况 因为乌德琴在国内 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嘛 它是一个中东的那边的 一个乐器 就是我们去到的像埃及啊 然后像巴勒萨 那个地区的会比较多一点点 也是从那边中东 做好了 也是一个预付定金的方式 然后再给我运过来 然后再就是寄到国内 我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喜欢的话 就冲吧 你看当时你要是在我身边 爱你家琴怎么没把你 对啊 我爱你家琴不如你 不如你 这么冷门的可不能这么说 但是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直播间 没有没有 我感觉你情深意气啊 就是你这么一说 我又感觉我应该 因为我还有那个朋友的微信啊 我觉得我还可以问问他 然后包括我也会买马头琴 你也有马头琴 国内还稍微好买一点 会好买一点点 你如果要的话 我也有这个Dualer的Contact 也有一个卖情人的信息 可以给到你 对的 我觉得像这种东西的话 这个也看你的这个生活方式 以及你生活重心 就如果你在这边已经定居了 那我看来你好像已经定居了 对吧 那我觉得你是有这一个 他买房了 哇那你这妥妥的 你想你情都买了 你去买一个干燥柜 你多买点碳包 这又是多大的事呢 只看用我那集那个省钱大法的 那个干燥柜买也不贵 你看着他 你回想起来的是 你在新疆的 就是对那把琴 对那把琴的音色 动心的那个瞬间 但的确是的 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 他皱起了眉头 他好像真的很贵 他真的在思考 我真的在思考 对 比如说我就说 我之前买那个太阳盘 我当时买他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概念 只是觉得他好看 就买回来了 但是现在你就是会在很多年之后 又跟他产生了一些联系 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是挺好的 谁知道呢 有些东西 对 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一号品 就如果是一号品 对 我想我买的最后悔的 我觉得就是早年 我刚去欧洲啊 什么美国这些国家 那个时候 免税店还是很流行的 然后天猫这种 还没有做得很好的时候 我买的都是一些什么 大牌的什么 护肤品啊 彩妆 我现在觉得 刚开始大家出国都是这样 我最后悔的 买的就是这些东西 然后钱花的又多 然后现在让我想 我也想不出什么东西出来 哎呀也不用后悔 你看你都用到了 你的皮都抹到了 都给你吸收了 你要说到这个 我有一个后悔 就我去澳洲玩 然后我本来就黑 去了以后 又狂晒了一周多吧 然后就达到我人生 最黑的一个巅峰 我回来说在免税店 我正好粉底没了 我说我在这个免税店买一个吧 我就照着当时的肤色挑了一个 那个贵姐人还蛮好的 她提醒我 她说 她说妹妹啊 你是最近玩的 晒的 她就是在暗示我 你这个颜色有点黑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 我说我不喜欢粉底太白 就这个 就这个 她怎么劝我都 就这个 然后我买回来 后来那个粉底 可以当做阴影来用 那一瓶用了 可能有五六年都没有用完 一半 笑死我了 就是出去 有后会觉得 外面化妆品便宜啊 什么就会买 就是会买错 这是最明显的一个错 我觉得第一是买错 第二是我觉得用完 然后我也就忘了 因为后来发现 国内也都能买得到了 其实很多 就算是国内 现在没有专柜的 你可以通过很多很多的 现在没有那么贵了 渠道也能买到 然后也没有那么贵 我觉得那我 大老远的又买 然后又背回来 然后我就觉得 还不如买一点这种 有纪念价值的东西 然后我一看到这个东西 我就想起 当时我是怎么喜欢它的 而且你知道 我以前还买过很多这种 什么 在美国买了很多 什么衣服呀 什么乱七八糟的 然后发现 现在也穿不上了 最后也就是 咸鱼都出了 但是你当下买了呀 你当下开心了 你当下穿了 你当下美了 这不是也是一种财富吗 不记得了 对 我现在主要是想不起来 再美我也记不得了 那你没有碰到我 我会给你拍200张照片 让你留下美好的瞬间 好 还押韵 对 就是我现在有的时候 看看我那些旅行纪念品 就会想起说 我去过这个国家 我当时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是在干嘛 甚至你还会想起 卖东西给你的这个 这个人 对 你们当时在那个店里面 发生了什么 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 所以我现在觉得出去买东西 我就是会买一些这个 然后为什么我之前一直说 埃及不好买 是因为我就觉得 这个东西好像我感觉在 1688上 我也能看见 有时候我就会经常 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和力气 在买东西这件事情上 但是我觉得恩杰在 对买东西这件事情的热情 就是非常的高涨 始终买东西给你提供了 很强大的情绪价值 对的 而且埃及说实话 是真不好买 但是我也能给他买出来 对 我说的不好买的意思 就是你要花很多时间 去找 对 你要在那个 因为说实话 那个市场是很眼花缭乱的 然后质量也参差不起 然后你要很会 如果假设你能跟一个 比较会买的人 他一走进去觉得 你看他就说了 凭什么中国人不骗 中国人就能判定 他们的画风如此不一致 至少那么多 买纸缩草的店 你能找到一家 然后你还能砍到一个 你觉得心仪的价格 我觉得这就叫好买 但如果你自己 没有人带着你买 你一个人去买 你就会觉得很没有兴致 比如说我觉得买东西 是一种氛围 对的 你要跟一个 很喜欢买东西的人 一起去买 你才会兴致高涨 这确实确实 我自己出去就是 经常什么都买不回来 不然会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天哪 我可以帮你 下次跟你一起 嗯 可以可以 多带一点钱出门了 那NJ呢 然后现在我们一直Q你 你要说说看你 旅行当中买到的 或者是你最印象深刻的 一些事情是什么呢 那就拿最近的一个例子 来说好了 嗯 其实说到买什么东西 我觉得它这个东西 不管是价格也好 还是形式也好 还是它的这一个 物品本身也好 它对于我而言 它最终就是 我对于这份旅行的 回忆的一个载体 嗯 就我看到它 我是想到我当初 是在什么情境下 遇到了它 在什么情境下 得到了它 买到了它 我跟贩卖这个东西的人 产生了怎样的一种连接 嗯 那其实就是 呃 我们在开罗 哈利利市场的时候 嗯 记不记得 就是我们在解散之前 小北还在那边 跟我们解释 嗯 这个青森市 大家看这个建筑 大家看这个建筑 我就看到闪亮亮的东西 在我的左边 你在那里讲文化 他已经开始买东西了 真的真的 他就完全不好听课 这是为什么 刚刚一直老是要Q他 就是我们在跟大家讲 因为开罗的哈利利利市场 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市场 而且它是以前 就是在整个近现代埃及 很多青森寺的 不同风格的建筑 都集中在这条老街上 哇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对呀 然后我们都非常的热衷 在讲啊 你看这个建筑风格 是什么时代的 对吧 然后它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就在讲 然后这个时候 因为旁边有很多那种珠宝店 首饰店 嗯 然后还有什么工艺品 然后所有人都是那种 心源意满 你知道吗 就假装 我很尊重你在讲文化 然后心思已经飘到旁边 那个店里说 这个还蛮好看的 然后我就是在 他们解散之前 就是在讲最后一个讲解了 然后我就眼光瓢套 说左边那家店 真闪 是什么呀 然后但是我又不好意思 说自己撇开大部队 去逛了 对吧 然后我就让贾老师说 你hold my spot 你帮我先 你帮我先把个风 然后我有一个剑步 冲到那个店里面 拿了一张 那个老板的名片 嗯 然后我就说 我一会儿再回来 就感觉非常非常的丝滑 我说我会回来的 然后我就又 满丝滑的融入大部队 然后后来就自由 自由活动了嘛 自由活动了之后呢 逛了一圈 确实觉得 其他的珠宝店 好像真的不如 他那一家那么的特别 至少就第一印象看上去 你一眼就能识别出他 就是因为你看多了 就买多了 对对对对 确实啊 就是这个东西的一个质感也好 还是他的这个设计也好 你可以说他不是原创 不是手作 但是至少他这一个店主 他挑货的眼光 是不是 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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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对 就看一起了 眼对眼了 反正我那时候就回去了 回到店里 你知道那个阿拉伯商人 那个老板 第一件事 说的是什么吗 他说 谢谢你回来 你想要喝什么 哇 太会做生意了 然后他就马上 从兜里拿出了一打钱 然后就是抽了几张 给他的弟弟 他的弟弟是一个门口的保安 珠宝店保安 他的弟弟就坐在门口 在那边 就是不知道在干什么 就跟他说 你快去给这两位买两瓶冰可乐 然后他就带着冰可乐回来了 你当然得买东西了 然后我就觉得糟糕 要拿钱了 然后那确实 我觉得就是不 就是他的这个价格 说实话 在哈利利这个市场里面 在埃及 他的这个价格 其实也算是 我觉得是中偏高的 因为他这个银 我觉得也不是那种贵重金属 他也不是那种贵重珠宝的设计 但是我就很愿意 为他对我的这一份热忱 对我这一份 不管是虚情 还是假意 还是真心的 两瓶冰可乐就给你收买了 我跟你说 冰可乐当地人买十块 二十二 两瓶 我就愿意 我就愿意 有的时候不能用钱 这个价值是很 也是对的 而且我觉得我后来也是 获得了他一系列的 这个售后服务的 就比如说我一个戒指买大了 他给我去改了一个尺寸 然后还有就是 我们后来不是要去吃饭吗 他就说给我们指路了 因为我们两个中国人在那边 又没有当地的导游小北 他们都走了 那我们怎么样去找一家好的餐厅 找好的水烟店呢 那我们就问当地人 然后老板确实也不跟我们含糊 我不管他有没有拿那个回扣 但是他至少就是给我们推荐了 他就说 这样子你先去哪里哪里家 是好吃的 那我们吃了那家店 确实是好的 然后他就说 等你回来 我让我的弟 他弟里的功能好多呀 我让我弟带你去那家水烟店 就是因为他的历史上很大嘛 你很容易迷路的 你不可能跟他说 你往前走左拐第二家 你找不到的 是的 他就说我让我弟带你去 然后让一个阿拉伯本地人 帮我们去讨价还价 帮我们去要位子 要水烟沟 我觉得你就当去买他的 这么一份服务也好 买他当天晚上 跟他的这么一个交互 我觉得就可以 而且确实我觉得 也是一个我能够承受的价格 也没有很离谱就行了 你说这个戒指 其实你脱离了阿拉伯 这个大环境的话 你手上戴着这个玩意儿 它也不是说 每个人都能够去欣赏 每个人都会说好看的 特别是在这种城市生活里面 但是你至少在当下 或者说是我现在看到他 每每在这种城市里面的氛围 看到他 他能够立马把我带回到 想起了那两瓶冰可乐 对 门口的弟弟 真的 逛街逛的口干舌燥呀 然后谢谢你回来 请问你想喝什么 哇塞 很难得遇到 是吧 该他赚钱 该他赚钱 最后还价还了一百 你就还了一百爱邦啊 我又不想跟他还了 我稍微意思一下 礼貌性还价 礼貌性还价 完成一下 对的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他当时不是让我去给我 改戒指吗 所以我们就在他们那家店里面 等着 我觉得他也确实蛮信任我的 但是也许也是因为我们 中国人的旅游名声比较好 他想着你也不可能 在里面偷七摸八的啥的 对的 他就把我们两个人 丢在他的这个店里面了 然后 他弟弟在门口看着你们 对吧 一会儿 一会儿就进来一个穿着 有点像军装 但是不是军装 他穿着那个米色的衣服 一个马甲带的这种 不是 你见过那种导演服吗 我照马甲 对 有马甲 有很多口袋的那种土色的 然后那人就过来 一开始呢 是怎么回事 就是我问老板 我说这个戒指上面的 这个字 阿拉伯字是什么意思 然后他 他知道阿拉伯文 但是他不太会翻译 所以他就把那个人请过来 他说我的朋友 这英语非常好 他可以给我翻译 所以我之前就见过他 然后我们两人 在那边攀台的时候 我就说 哎呀 就是你的英文怎么那么好 就是因为他看着 确实很阿拉伯像 然后他就说 他是half Egyptian 他是一半美国人 一半埃及人 然后他还跟我说 他是一个美国大兵 之前就是驻扎在埃及 这样子 那这些东西 所以他是美国人 他是美国人啊 但是他肯定也是埃及人啊 那他长得像埃及人 对的 但是他是美国国籍 然后又驻扎到了埃及 对的 因为美国在埃及 是有一个 一个军方base的嘛 就是military base 嗯 然后就是跟我们 稍微讲一些 那这个东西呢 就说实话 他已经 有没有透露什么 军事机密给你啊 那当然是mayor的 他跟我说 他已经退休了啦 他跟我说 他在德克萨斯 养了多少多少头牛 哈哈哈哈 这个德克萨斯老农民 对 对啊 不是 或者是 我觉得很魔幻 就一个长得像埃及人 对啊 结果是一个德州老农啊 然后用美国英文 美英 跟你聊着 他德克萨斯 养了多少只牛 对啊 就是美国南方口音 他没有那么的埃及 但是你知道 就阿拉伯的像这种武官的 这个基因非常强大嘛 就是你白人 其实就是视鼻子视野 那埃及人呢 就是浓眉大眼 是非常非常容易识别的 然后他已经退休了 然后他跟我就 砍天砍地砍这砍那的 那我觉得他跟我聊天的 这个内容 其实已经超出了一个游客 能够在这趟旅行当中 收获的这个内容 因为我们游客 你想跟导游聊天的 大多数来说都是 这边的这个神庙 这边的这个埃及故事 这边的这个建筑的文化 他的这些移民 这些历史 那一个人跟你去讲到 他个人的 拉家城啊 对 他个人的这么一个生活的 一些状态也好 还是生活里面的一些故事 他自己怎么到埃及这边来驻兵的 他怎么又是一个入军 就是到美国军队 但是又被派到埃及这边来的 那这个其实已经超出了 一个旅游者 特别是像我们这种 七天旅游团的 这么一个信息量了 所以我觉得也算是 旅行当中的一个小故事吧 它不足以让我觉得说 多么的深刻 没有多么的深刻 但是至少是 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对 已经拉家长了 确实 这个东西买的值 买来了一段经历 是的 就是买来了一对经历啊 而且我觉得就是 有的时候买东西 是一种触角 就是你也不知道 你会遇到 什么样子的店老板 什么样子的弟弟 和什么样子的会翻译的人 是的 对 有的时候就是好 有的时候可能体验 也不一定好 但就是某一种经历 而且你不买 就永远不可能 发生这个经历 对的 就是一些交互嘛 对 你在安全的环境里面 就不容易产生 这些交互嘛 你这么说 我又想到 就是虽然说买东西 它是一个体验了 但是我为什么经常犹豫 包括我刚才那个故事 和我经常买东西 就是转转转到 最后我什么都没买 就是因为我感觉 这个东西回来也能买 你们会考虑这个事吗 你其实刚刚提到那个瓶子 如果说那个瓶子 在那儿没有卖你那么贵 你也知道 义乌也买得到 淘宝也买得到 你最后还会买吗 买啊 还会买啊 但是 那家店实际上是一个特例 因为它报价不诚实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 把它当作一个范例 来去参考着这么讲 但是就你刚刚的问题 如果我知道这个东西 它电商上能买 我会不会再买 我觉得我应该就不会 那为什么你会碰到那种 电商上也能买到的东西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 你买的不够多 啊 什么 就是各个地方 其实都是能够淘到一些 电商上面买不到的东西的 是真正独一无二的 我觉得是可以的 还有其实就是 电商的发展 它也是一个时间嘛 那我前几年的时候 去非洲 我去肯尼亚的时候 去到那个马赛人村庄 然后他们那边会做串珠 然后是红色绿色跟黑色 就是肯尼亚国旗的颜色 这些猪 我就觉得这个手链啊 这个戒指啊 就特别好看 嗯 我就买了 嗯 那会儿 我不知道一无也掺这个玩意儿啊 我并不知道 放心一无不卖给散客 对 对 你就这么想嘛 对 你就这么想 而且 而且你就是你这么去看的话 其实一无这个东西 它上价 就是能够让发展到 中国人也能买 它其实也是 有一段时间的 所以如果我当下就买到了 我当下确实喜欢的话 我就稍微买一下 反正也不贵 而且我觉得是 现在我养成的一个习惯 就是如果我看到什么 特别啊 也不是好的习惯 这个也是臂力两端了 我看到我非常喜欢的东西 我会在我的能力所及范围之内 大概买正正好 就不买多 不买那种特别特别大量的 这么一个产品 即使是像邮票啊 就即使我是想着之后 回去当伴手里的这些东西 我也大概就买个五六张 五六本 我就可以了 像之前的话 我也许会就是三十本 这样子 这样子买 对的 我之前会的 你是干嘛拿回来卖吗 还是说送人 没有啊 拿回来送朋友啊 我记得我当时候去非洲 非洲真的是什么都卖不到啊 我跟你说 就是他们那些 非 非洲 哎呀 非洲 至少我去的那会儿吧 他们这个还没有非常的精细 就是他们的商品 也没有很多样 周边也没有做得非常的好 我一看就是 中国制造的胃有点浓了 我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好买 我就买了半箱子的咖啡豆回来 半箱子咖啡豆 嗯 你自己背回来 对的 因为我没有什么东西嘛 对 我去非洲那会儿 还没有学会旅拍这件事情 还没有会穿着美美的衣服 去那边拍照 没有这个概念 对 我刚才想就是说 如果比如说什么东西 我们都拿淘宝 或者图片识别一下 看国内有没有 我觉得会有一个问题是 你会对世界失去兴趣 对的 是有一点 对 就为什么我说 埃及不好买的原因 但是我们这次团阅都觉得挺好买的 就算淘宝上有 他们也觉得挺好买的 就是因为我刚刚说 有的时候买是一种氛围 一种交流 然后第二 你如果觉得什么都买不到 其实你就会觉得什么都不想买 因为你回来也不会买啊 嗯 对对对 对吧 对我识别完 并不是说我回家下单了 对的 你当下买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对啊 就是你不会带回来这份记忆的 你带回来的是我淘宝上能找到 然后就结束了 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除非是说会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要买那种 比如说我们以前去那个新疆 然后买或者是那种买那种奶疙瘩 就是拿回来当伴手礼 这种比如说大家不想背 回来分给同事 他们就会在淘宝上买 对对 但是如果是一些纪念品 其实你说现在淘宝上是不是有的买 你肯定有的买 但你回来你自己坐在家里面 然后买一个非洲面具回来 好奇怪啊 也是啊 对啊 然后你回来干嘛呢 就是你没有任何记忆 你只是得到了这个物品而已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有些东西你买完之后 当下就能用 比如说拍照的时候 那些首饰啊 就是那些漂亮的 非洲的一些首饰 你拍照的时候 或者是你带着的时候 配着你衣服的时候就有了 但是你回到家里面 第一你不会买 第二你买了 你也不一定搭配 对再去搭配了 所以就很多东西就错失了 所以我觉得 如果都从经济实惠的这个角度 或者是它的便利性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觉得就很容易失去兴趣 是的 我现在也有这种感觉了 就是我觉得 啊 这东西我见过了 哎呀 是是是 对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 他们就觉得 这个好好玩哦 然后我就 我心里就想说 这不是淘宝上也有吗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东西 淘宝上都有的 其实淘宝上确实不可否认的 就是它真的是包罗万象 应有尽有 但是确实是有很多东西 也是没有在网上卖的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对 要么就是他们的这个运输成本太高 要么就是 它这个东西单价太小 它不值得去费这么烫劲 对 也都有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说 如果你当下看到真的很喜欢 然后就买吧 就是又不是那么昂贵的东西 不是钻石啊 欧伯 厨房 哎 欧伯你别说 这欧伯也有便宜的呢 像非洲买的欧伯就非常的实惠 它鼓动我们队员在那个店里 买了好多好多欧伯 对的 西奈半岛产的欧伯 虽然质量不如澳洲的欧伯啊 但是可以看 对 但我觉得像珠宝这个东西 你是需要一些知识背景的 还是看自己喜欢吧 对 像我又不懂这个珠宝类的 但如果比如说 之前NJ告诉我 说西奈半岛就产这种 这种欧伯 它虽然品质没有那么好 但是在这买就特别便宜 就是你自己玩玩是可以的 但是你知道澳洲买就很贵嘛 它品质当时就好了 但是就很 你买的时候就会更加谨慎 对 但如果是小东西的话 我觉得大家完全没有必要 那么在意 我这次去埃及 我有一个朋友 因为你们还没到埃及开罗的时候 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 在开罗买 他买了一套床上四件套 埃及棉的吗 对 他就想买埃及棉的 就是我说这东西 国内买不着吗 还要背回去 他说我箱子空的很 他说然后 除了买了四件套 还买了浴巾和毛巾 就是一整套的那种 埃及棉很好吗 我不知道 埃及是长绒棉 对 埃及棉是很有名的 一个新疆棉 还有跟新疆 有点像 对对对 然后他剩下的就是埃及棉 所以我朋友就像 背了一套床上四件套 我当时惊呆了 我说我第一次看到 有人要买这个回去的 确实有点惊呆了 对吧 然后又大又重 大家出门一般喜欢买小东西 对他买了这个 而且我们没有在什么 旅行市场买 我们就是在当地人买 床上四件套的 那个店里面买的 然后他说我一定要买 上面带着那个 埃及那个标志 图坦卡蒙 不是图坦卡蒙 是那个生命钥匙 那个暗盒的标志 它上面镶了一层金边 就是用那个符号 他说这个才知道 才能记得 就如果你买全白的 你可能摸上去 就觉得挺舒服 但你没有这种 特别的标识 但是的确挂一个图坦卡蒙 又很奇怪 对吧 你马上睡觉 好吓人我觉得 所以他就买了旁边 镶了一层金色的 那个暗盒的标志的 就非常非常的 精致细节 然后漂亮品质也很好 而且很便宜 大概买下来才200块人民币 那还是值得 就算寄回来也可以了 对对对 是很便宜的 埃及长荣民 非常好 学习了 待会就打开头 不是 我跟你说 现在所有的问题 你问他买不买 NJ都会说买啊 又为什么不买 对啊 对 是 对 我跟你这么讲完 我是觉得以后 我可以转变思路了 我确实有一段时间 包括我自己会觉得 而且你知道老有那种扫兴的人 你不管看到什么 旁边都有人过来说 这淘宝上也有 对对 他一旦说完 我就觉得我要买会有点傻 嗯 我 我觉得我不是那个扫兴的人 但是我是那个实话实说的人 就是我确实如果淘宝上有的话 我会告诉你 但是 如果是那些非常精美的 而且我觉得当下 你能够马上用得到的 就比如说我们去 卢克索的各种神秘啊 他不是前面要走一条 长长的道 全部都是1$1$ 就让你看一看买裙子嘛 我觉得 你今天穿的这条裙子 就应该配他这个头饰 那你就认了 100i棒 你就买 你买了马上拍照片 那不就出来了吗 对对 对吧 这个东西 你淘宝上面 就是24小时 这个次日打也救不了你啊 所以 所以反正就 对吧 次日打不了一点 对 所以我就是 我也是会去看 这个东西 你的一个购买的缘由 以及它你购买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 它是否有必要 现在当下马上买 对 对 让自己去享受一下 对的 那我刚才想就是 既然我们大家都去过这么多地方 那你们在旅行当中 不同的目的地有什么推荐 一定要买的东西吗 那我先说吧 对 因为他买的不错 他刚都说了 我是一个 看到淘宝上 我就不买的人 那可则先推荐吧 对 就是 首先我肯定还是多少 得买点东西来 自己纪念盒 送朋友 我就是会买的比较小心 而且我一般就是 倾向于买一些比较轻便的小东西 好带的 除非必须寄 否则我竟然还是倾向于自己带回来 这样送人的时候 我也觉得心安一点 就是确实是我带回来给你的 这样的东西 所以 一个是 比较有地方特色的小东西 这个得碰 这个不一定哪个地方都有 就是看情况 我印象中 我买到比较合适的 一个是 像新疆 我买到那种小毯子 那个其实淘宝也有啦 哎呀 你不要那么扫须 你不要加这句 我删了 但是你想 这个东西是一款一样 一试一架的 我感觉在那里挑会比较好 嗯 它也是在大巴扎呀 或者有一些经验品 小毯子是什么 就是 其实是什么 就是地毯 但是你不可能买整个地毯回来 它就是做成小小的啦 像杯垫那么大 会不会杯垫稍微大一点 是可以挂起来做装饰品 你随便 你可以用它当杯垫 可以当鼠标垫 可以挂在你家墙上 然后我买了其中一个 我是放在我们家 那个投影仪的上面 给它挡灰 它就正好跟那个 投影仪的大小一样大 然后盖在上面 我投影仪马上抑郁风情 就很可爱 就这种小小的 而且它又很有特色嘛 它每个图案都不一样 可以是什么小骆驼呀 或者就是那种 新疆地毯的 传统的花纹图案 就很好看 这个很小 然后有特色 又不太贵 就是我买到比较合适的 我支持 谢谢 你哪有不支持 然后还有一个 我有印象的 就是去内蒙的时候 我们是去了一个 当地的纪念品商店 就这个纪念品商店 不是专门面向游客的纪念品 而是本地人 你需要买一些 小工艺品呀 小礼物送人啊 这种东西的那个店里头 然后他们很有意思 它有很多东西是 比方说它婚礼上要用到的 但其实我们也用不到 所以我没买 但是很好看 什么东西是婚礼上 比如说爸爸妈妈 胸前带的那个花 那个花它会做成那种民族图案 然后上面写着爸爸妈妈 这样啊 你每个人可以挂 然后还有一些 听他这样说我都有点想买了 我觉得可以买回去 然后拍全家福的时候用上 哎呦有道理啊 对吧 对对对 天哪 你这一句话让他想 后悔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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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有理由把你拿下 然后还有一些 比如说小板那种 木头做的啊 或者银做的银 不是特别高级的银 就很普通的 可以在家里用 然后我最后看上了一副 那个蒙古象棋 它其实规则 就是国际象棋的规则 但是这是他们民族特色的东西 它那个棋盘是毛毡做的 嗯 白毛毡做 然后毛毡可以卷起来 嗯 打开以后里面是棋子 棋子就是什么马呀 鞠呀 其实就是那些子 但是全部都是内蒙特色的图案 然后那个王 就是成吉思汗坐在那里 哈哈哈哈 我一打开我笑死 成吉思汗坐那 看着我 这个蛮有特色的 嗯 就很可爱 然后我还买了一副小的 就是送给朋友 我自己留了一副 给他送了一副 就也很轻 然后这又很有特色 嗯 我特意没有去淘宝搜 到底有没有这个东西 我觉得有没有的不重要了 我肯定要在那买 你搜它干啥 你这是买什么东西 都离不开淘宝 我再也不这样了 你是入股了淘宝吗 马云是奔底股奔吗 你要想平常咱在大城市里面的 这些购物习惯 嗯 怎么着都是不可能刷到 这个蒙古旗 不可能刷到这种新疆地毯 新疆碑店的 对 所以我觉得 淘宝上面 有链接这个事情 它也许 嗯 对于我来说 它的功能性在于 我当时没有买到足够的伴手礼 我回来补充 但是它不会影响我 在当时当下去 想要以购买的这么形式 去来封存我这一份记忆 去记录这个瞬间 哇 说得好 说得好 一下子说服了所有要在淘宝上 买纪念品的人 有一个东西确实买不到 就是想到推荐 但那个东西太可遇不可求了 就是我去奇遇的时候 日本奇遇 它有铁道博物馆 嗯 然后呢 这个东西是什么 是奇遇铁道博物馆里面的火车便当的袋子 就它根本也不是你普通去买的东西 就它铁道博物馆里的小餐厅 它就专门提供日本铁路上卖的那种火车便当 我只是好奇吃了一下 吃完之后 我发现它用来装便当的那个袋是一个 其实是画铅的袋子了 就乍一看是一个布袋 嗯 就是不是很高级的东西 甚至不是卖的 它只是配在这个便当外面 但是非常好看 是可以买的吗 还是说你其实吃完可以把它拿走 可以拿走 它就是这样一套 就相当于塑料袋 只是人家是环保的 外面套着一个画铅做的小布袋子 上面印着铁道博物馆的logo 然后画了一辆小火车 我觉得非常好看 那你说我又觉得好值得 对啊 你感觉也很容易被种草 我也其实很容易被种草 像这种东西肯定淘宝你买不到 它不会有人专门来卖这个火车便当的袋子 外面这个东西 它也是个非卖品 嗯 它只是个包浆袋 说到非卖品 我这次 哦 我其实是忘记拿了 就是你记不记得有一次 我们去努比亚人家吃饭那天晚上 对的 我看中了 主人要给你什么 那只猫吗 不是 不是 是我看中了他们家的勺子 就是 其实他们家就是那个锡的勺子 为什么我看中那个勺子 当时我看中那个勺子 其实那勺子就跟我们中国用那个勺子 一模一样 但是它上面就多了一句阿拉伯文 叫做 我特地问了一下我们相当 那上面写的是埃及 欢迎你 是一句阿拉伯文 印在了勺子上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这在哪买 小伴就跟我说 他说 这个就是普通小商品市场 就是他们外面就能买 他说你不用买 他说让主人送一把给你 就是他们家正常用的 后来我忘了这个事 因为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勺子很有 这个很好 对吧 对 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非卖品 对对对 它就是日常生活里会出现的东西 但是你又觉得跟你自己日常生活的 那个场景又不太一样的东西 你就很想拿回来 而且你要用也可以用啊 也没有问题的 就像你说那个火车便当的那个 但你要用也没有问题的 但是它很特别 就是它跟你日常用的东西又不太一样 而且不花钱更香了 我也可以花钱 对这样说 我下次去的时候 我一定要去要一把那个勺子回来 就是他们的生活里会出现的东西 你回来作为一个游客 其实是很难再接触到这个东西 对对 而且你说我不会因为特地买一把勺子 再去逛他们的那个市场 这个我可能 而且他们也不会想到游客会喜欢这种东西吧 这个就是他们每家每户都用的东西 对 我觉得这就相当于老外 来咱们中国比如说谁家做客 然后看到我们一个上面雕花的一个 玩 就觉得这个很有中国特色 对吧 我回去就能用到 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意思 对 但这种东西我觉得反正得碰吧 对 都一定都找得到 对 还是要有颗充满物欲的心 说得对我改 对 不然的话淘宝就是会让丧失很多好奇心 对 我个人一个习惯就是走到哪我都会去买书签 哦 就是这个是跟个人习惯有关的 有些人喜欢买冰箱贴 有些人喜欢买邮票 对吧 但是我就是喜欢买书签 然后这个玩意儿呢 我觉得你没有办法去推荐说 哎呀谁谁谁家的书签做得最好 哪家哪家书签做得最好 但是我的推荐的点在于 如果你有一个你非常持之意 并且一直都很重要的贯穿你生活 贯穿你生命的一个爱好 你能够把它跟当地的 就是你的一个旅途给串接起来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推荐你去做的这个事情 那对于有些人而言是冰箱贴 对于有些人而言是邮票 那对于有些人而言是数码的照片 对吧 他喜欢到哪儿就拍一个 就我看到过有些人就是 喜欢到哪儿就拍一个当地的那个 在正马路当中咔一张 喜欢拍各个地方的红绿灯 就是他就喜欢收集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那对于我而言就是喜欢去买书签 对这个是我推荐的 一种旅行当中的购物方式 就是你去把你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 一个爱好跟你目的地去串接起来 其实有一点像就是像收藏的那种概念 每到一个地方我需要收藏这个地方的某一个东西 可以是冰箱贴也可以是什么 对的 比如说书签啊什么的 对 如果不想花钱 或者说如果不想额外花钱的话 可以收集门票 把它裱起来也非常漂亮 对 我有一个推荐的东西是帆布袋 可是这个不会太多了 帆布袋用不下 你看你们又陷入到功能主义 我就问你你书签能用掉多少 书签是真的用 但是我跟你说 我以前看到书签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我又不读书 我要书签干啥 因为现在都电子化了 对就是电子化了 第二是我用书签我觉得很麻烦 就是读书的时候书签还得放到旁边 但我和尚我就想哎呀我书签忘了叉 就是对 就是每个人的功能性不一样 就是我为什么会买帆布袋 因为我觉得帆布袋 就像T恤一样 它是很多文化的属性在上面的 我其实不是最狂热的 我有个朋友是真的是帆布袋爱好者 就是他到任何地方 只要有具备任何文化属性 比如音乐节也好 市集也好 各种地方的这种图腾性的标志的 还有各个厂牌的 各个出版社的 就是他会收集各种各样的这个帆布袋 但我有的时候也会 我会遇到就是比如说美术馆 各个美术馆博物馆 他们会出这种帆布袋 因为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用的 帆布袋这东西又轻 然后你真的买回来 你也可以彰显身份 对你也可以 我就可以用起来 我今天背的这个 是我有次去看金世家的那个话剧 卡里古拉 是叫卡里古拉吗 我忘记了名字 你看看 你看完了白看 我也忘记了 是一个叫卡里古拉 好不要骂我 然后对 当然他们剧团出的这个帆布袋 当时觉得挺有意思 我就买了 然后我前两天用的是 那个卡里想 是卡里想吗 哎呀糟糕 应该是卡里想 你到底记不清的东西了 对应该是卡里 不对 sorry 我收回不是卡里想 对不起 道场 是单向街 对单向街出的一个文学系列 它是一个日本的一个诗人 他用了一句诗 然后是一个绿色的 就是春天的时候 很适合背的一个 一个帆布袋 对我就很喜欢买这种东西 还有一种 比如说我每年 不是去西班牙去参加他们的艺术节吗 他们艺术节是每年会请一位新的设计师 去设计他们今年的logo T恤和帆布袋 然后我每一年都会买一个新的回来 差不多是这样子 我买的比较多的 就是冰箱贴 我肯定是会买的 第二个就是帆布袋 我主要就是觉得帆布袋太大了 有点占地方 又用不过来 帆布袋你还嫌大 我的天哪 积少成都啊 朋友 对啊 是说收纳起来大吗 对啊 你放那儿 它有点占地方 冰箱贴还是好放的多 我一般是 冰箱贴我还占冰箱地儿呢 这样 你冰箱贴贴满 你也得多买个冰箱的 不是冰箱贴可以到处贴啊 我专门买了一个瓷板 冰箱贴冰箱贴 是吗 对啊 它吸铁嘛 吸铁 对啊 但我冰箱贴我在家 对对对 会拿它来吸那个书架上面 不是有冻冻板吗 对 可以拿来上面 画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专门买了一个白板 就是上面可以贴冰箱贴 和门票什么 我会插在上面 贴在上面这种的 嗯嗯嗯 那我们刚刚说了 推荐的 你们有买过什么后悔的吗 就是买下来觉得有点鸡肋 或者是觉得当时买下来 也不划算的也可以 没有后悔的 我只有 我只有后悔 没有买到的 太大型 我要给你们看一个东西 来来来 这个到时候放手 哦我知道 你去印度买的吗 还是 对我去印度 在布尔买的细密画 但是我跟你一开始说 细密画不是都画在丝上面吗 然后你看 它这一个是画在一个 就是已经有点破旧的 这个经文纸上面了 我们用翻译软件 给它稍微扫了一下 发现它实际上是 像那个 印度的这种宗教故事的一个小篇章 一个小片段 它没有什么具体的故事 这是那个智慧神 对吧 这个是ganesh 就是相头神 相面神 然后这个是他的小伙伴 一只小老鼠 这个东西是我买回家的 现在在我家的那个书里面 我都没有舍得去表它 因为我怕它一表就是比较脆弱嘛 会坏 对 然后我为什么说 我会后悔没有买呢 因为跟它同样的 还有一张是嘉丽女神 嘉丽女神就是 匹师婆的老婆 然后她有一张非常有名的画是 踩着那个匹师奴 胸口挂着非常多的骷髅头 就是她杀掉的恶魔 然后手里拿着好几把刀 就是她三头六臂 这样的一个形象 我那张没有买 是因为我那天没有钱了 完全就没带购 就完全没钱 就是她卡也刷不了 然后卢比卢比也没了 美金美金也没了 我最后一塌瓜子掏出来 一百一十二块 六毛三毛八啥 我就that's all 就是实在买不了了 你要么就可以便宜的卖给我 然后但是那个老板也不卖嘛 那对吧 就是我觉得讨价还价 要卖多少钱 他卖多少 这张一万零两百嘛 那你另一张估计也差不多 你才一百多买 那一万多的呀 你掏出来就一百多块啊 一千多块 美金啊 美金啊 吓死我了 一百多美金嘛 我就说你要么就便宜点卖给我 你要么就没了 就反正就是这样子一回事情 所以我现在就是觉得 哎呀那一张应该是 我也没有说那么的后悔 毕竟我带回了她的一个 亲身的这么一个姐妹 兄弟姐妹回来 你现在还会想到她是吗 我还有那张照片 我有时候就是翻到相册 午夜末会的时候 她会把那个家里女神 识别成一个人 哦 我知道了 就是iPhone的功能 人物 然后女神 而且她会说回忆 什么2011回忆 然后还会配上慢动作 慢音乐 对 然后我会稍微想到那个 但是我觉得也不算说 那么的后悔 毕竟你说如果从一个 实用主义的角度 我实体呢 有她同样类型 同样风格的一个作品 也是出自一个艺术家的 然后你说我形而上的话 我还有她的这一个照片 她的张照片 我觉得我很足够了 你只是没有得到她的肉体 对的 我只是没有得到她的本体 对 所以就是后悔那些没买到的东西 对的 但是具体来说我没有 因为我在旅行当中快准很 这倒是 她买东西的效率贼高 对的 就是没有别人有的说 有点喜欢 可是呢有点贵 就是我 是你吗 然后还有插插价什么什么的 舅舅姐姐最后什么什么也没买 但是时间也耗费了 对 就机会成本 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 这就是下手快准很 就第一 我喜欢 第二多少钱 行不行 我不行 好 拉扯几番 然后觉得这个价格在我这个成交 然后又开心 又觉得没吃亏 对的 好 然后买了就抛猪脑后 就不要去想它有没有买贵 有没有买多 就是我去印度的时候 我还做了一个印度的购物分享 真的 我很喜欢做这些玩意儿的 我从小就喜欢做这些 就很喜欢跟姐妹们分享 我买到的一些什么东西 对吧 然后印度那个购物分享 就有人会在下面评论 就是那个人应该是在印度生活 还是在干嘛的 他会说这个东西就是骗游客的 我老有这种扫兴的人 真的 我很讨厌这种人 就是骗你们卖地人的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说你不要告诉我 你不要告诉我 印度口音都出来气了 我觉得我买到开心就可以了 真的 是的 对 远离这种扫兴的人 对 然后客人有什么后悔的吗 买到了又后悔 或者后悔没买 最后悔 买到了买到了 但是很后悔 快说说 我觉得说不定 NJ一劝你就觉得还行 是吗 提供售后服务 好好好 你来听一下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就是我之前在韩国上过学 然后有一天我们 我和朋友我们一起去 那个他那个夜市上逛 然后夜市上就那种小摊 其实现在回忆起来呢 就是跟那种什么南螺骨巷 差不多的那种摊 就是给游客的 然后我们过去就问 有什么东西 他那种小手翅 做的什么小戒指啊 小耳环啊 也不是很贵 就很便宜的价格 然后跟他聊 那个摊主他只会说韩语 我那时候只会一点点 就在交流的过程中 我大概听懂了 他说这个他卖的这些饰品呢 都是他 Tomsen不一定是妹妹 还是弟弟啊 我也记不清了 然后就说是他们家的 这个弟弟妹妹做的 这个弟弟妹妹在宏毅大学 是那的艺术系的学生 是他亲手做的 然后由于我当时 韩语非常差 现在也非常差 然后可不容易听懂几个词 以后我非常兴奋 然后我的大脑就被 这几个词给占据了 哦这样这样这样啊 然后他就说 这个多么多么好看 然后我看到了一个小戒指 就是几条小鱼在那里游 它们游成了一圈 就是这样一个戒指 活鱼啊 当然不是啊 银做的银饰 然后就是这么一个 一圈小鱼的这么一个戒指 戴上我也觉得确实很好看 然后我又处在那种 哎呀我听懂这几个词的 那个兴奋力 然后我就买了 买回来之后呢 第一是 我们继续往前走了几个摊 他们每一个摊主都会说 这里的首饰 是我在Home Day的 Tom Sand做的 然后就是 当我发现这两个单词 不断出现的时候 意识到哪里不太对 这是第一个 我当时就有一点后悔了 但是我也觉得 哎算了买都买了 而且也挺好看的 也不是特别贵 它毕竟是一个 确实是赢的 因为我戴上不过敏了 这我可以自己坚定 所以啊我说行 好 算了吧 然后回来以后 直到三年前吧 就是有一天 我去上厕所的时候 我为了洗手 我先把它摘下来了 放到我的兜里 然后我接着上厕所 它就掉下去了 那就掉入了出水系统里 就彻底消失了 然后我很伤心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带了好多年了 哎我想 现在淘宝这么发达了 我来搜一搜 有没有吧 然后淘宝上 只要十几块钱 完全 exactly 一模一样 你买了吗 我没有买 当然我就很伤心 因为当时买 虽然我觉得 不是很贵 但是我的印象中 折合人民币 怎么也得有个 一百块钱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淘宝 只买十几块 对 十几二十块钱啊 然后我就觉得 受到了二次暴击 然后骗我的感情 骗我的钱 这就属于 对啊 我竟然被这样一个 小故事骗到 花了十倍的钱 买这种东西 还非常珍惜 带这么多 还一直给自己洗脑 说不管怎么说 东西挺好的 虽然不是真的妹妹做的 她也不是真的 那你三年 就给你带到了呀 不止三年 不止三年 对啊 那已经有这一份 情绪价值 已经有这一份 陪伴在了 而且说不定 她为什么在那边摆摊 那也许 对吧 这韩国 她又不现身的 她也许真的 就是妹妹弟弟 真的在那边上学 我觉得她可能 是从中国进的货 因为买东西 就是要给自己洗脑 而且你知道 我已经丢了嘛 我又不是食图搜出来的 我就是输入 那个描述 什么小鱼戒指 然后一搜出来 我就看到她了 我哪里觉得 好伤心啊 我站在厕所里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 她是 应该不会现在 就要搜小鱼戒 是吧 你好夸张 有没有一种可能 她是同款 但是不同料 那种啥的呢 也有可能吧 你刚开始尽量 帮我找借口了 对的 对的 也不是借口 就是有可能 是这个吗 就是下面这个 是这个 是便宜的 那你看 一个卖八块钱 一个卖八十几块钱 就这个 我跟你说 这里面料不同 它里面 我就是安慰自己 我在那个市场买到 那个确实很好 就是很厚 每个鱼都做得很精致 你肉眼看到它的话 会觉得还不错的 那就行了 那就行了 是挺好看的耶 谢谢啊 挺好看的 挺好看的 要不再买一个 你别说了 你买一个 对啊 你生日啥时候 送你一个 八块钱 送我一个八块钱的 重要的是 她陪伴你这么多年 然后还记录了一个 被骗的故事 第一你不会在淘宝上 搜这个小衣戒指吗 第二 真的你送了八块钱 我觉得你在淘宝上 不会买的 也是如果我不是 在那夜市场 看到它 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知道 市场有这样一款戒指 淘宝应该也不会想到 说推这个给我吧 而且我觉得 你现在这个情绪 是因为你好巧不巧 这个戒指 是你在出国门的时候 一个小摊上面遇到的 如果你但凡在 什么南罗谷巷 对对 但凡在宽窄巷子 但凡在南京西洛那种 什么国内的这种 你已经知道 你已经给它打上 旅游标签地的 这些地方逛到的话 你不至于说 有那么大的落差感 就是因为我们 在旅行的时候 我们期待 我们希望 能买到的这个东西 是所属当地的 独一份的 但是咱就是说 就是Made in China 很厉害 演宵国外 也对也对 怎么还养我国威起来了 真的这个故事 为什么最后 还又红又穿了 我真的就是 你很难避免 真的很难避免 就是我去到 去到美国 California 这个冰箱贴 哎呀真美 Made in China 就很多啊 我跟你说 你真的逃不过的 是的 就我觉得中国的 的确像这种零售 就是因为太厉害了 的确会造成一种 就是 哎呀 这个有啥可买的呀 就是这种 但是你就觉得 有的时候 你就是开心嘛 就是听了一个什么 妹妹弟弟的故事 对吧 就算被骗了 它也是一种经历嘛 所以大家不要想着自己的 对 要多想自己的得 少想自己的事 好好好 对对对 好好好 你又在家购物车 你可太牛了 感觉你24小时都在买 是的 是的 一直在买 今天录完 我就回去买点东西 高低买点东西 八块钱 咱又不是消费不起 真的是 对的 那今天讲了这么多 关于买买买的故事 我们肯定要进入 我们今天的毫无推荐 对的 让大家买个购 对 我们推荐一些 就是大家马上在下单 就可以得到的东西 听起来好像有广告 但没有 希望有广告 没有 谁先来 柯子 我先来 你先来 因为你写的这个 当时写的体杠里 吓到我了 是吗 对啊 这我说这是什么东西 好好好 我来推荐一个东西 叫人工皮 但是其实很多人可能用过 就是痘痘贴了 那你就说痘痘贴 你写个人工皮 但是因为这样 因为痘痘贴 实际上只是它的一个特殊的用法 你买的痘痘贴 它已经是被捡好的 圆形的那个小贴贴了嘛 嗯 就是它 它这个东西的本质是一种 人工皮 是一种医用的肤料 就是受过伤的朋友 肯定知道什么叫肤料了 就是你 你会贴一个 创可贴 其实也是一种肤料 嗯 然后你可能有大面积的破损的话 是贴那个棉纱啦 什么那些东西 都叫肤料 这个东西比较好的在于就是 第一它是密封的 就是它是一种透明的那个 厚一点的胶的感觉 嗯 大家没见过可以理解为一种透明胶 但是非常非常的厚 橡胶的那种质感 嗯 你把它贴在你的伤口上 它是首先是完全密封的 嗯 然后是这个东西 它本身有吸收的能力 嗯 你在受伤之后 不是会出血 出组织液吗 嗯 它可以完全的吸掉 嗯 所以可以保持你那个伤口 始终是一个干燥的状态 嗯 它的本质是这个 只是后来大家发现呢 除了真正的医用用途之外 人体上经常出现的一个破损 就是痘痘 嗯 嗯 所以它就开发出了一种 更适宜大众使用的场景 就是把它已经剪好 这个小圆片 你有痘痘了以后 你的痘痘破了 把它贴上 它可以把你痘痘里 那个浓啊 血呀 都吸掉 你换几次之后 这个就涨平了 因为我是特别容易 留疤的一个人 嗯 所以我刚开始用了以后 一个很好的感觉 就是它不留疤 嗯 你就是禽患着 因为你的伤口 始终是干燥的 是干净的 你其实常常留疤 是因为那个组织液 在外面形成了个硬壳 大家磕破过 肯定都有印象 我知道 你的血和你的组织液 我以为那样会好得快一点的 嗯 它可能就是替代了那个功能 因为你自己人体结 那个夹是用来把这个伤口 和外界隔开了 嗯 如果你贴着这个 它就帮你完成这个事了 而且还避免了解壳 解壳又痒 你还要抠它 然后像我这种爱留疤的人 抠那个东西的过程 经常就留下了 一个印子什么的 但是我在此要提醒一下 就是我给我的朋友 推荐之后 有两个朋友反应说 他们贴了这个 反而发炎了 而且我有看到 就是有那种皮肤科的医生 是不建议用痘痘贴 或者人工皮的 嗯 因为什么 因为它确实把你这个伤口 这个部分完全密封起来了 所以如果你这个里头 一旦已经脏了 嗯 它反而把这个脏东西 发炎了 对给蒙进去了 我自己的用法 如果我要用它的话 我先用酒精 把我那个伤口 要完全清理干净 清理干净 对 痘痘也好 或者我之前有烫伤啊 摔伤啊 我就要完全把那个伤口 清理得特别干净 然后贴 而且你最好是 一个小时就换一次 不要心疼它 就狂换 疯狂换 它稍微吸收了一点 你就赶快换掉 晚上睡觉没办法 可以贴一晚上 嗯 第二天你赶快起来 就把它换掉 嗯 就是要勤换 然后要干净 哦 如果能做到这两点 你就用 如果你不太确定的话 确实有可能 反而会发炎 哦 所以这个看大家 使用的场景 我自己的经验 是真的很好用 嗯 我之前 就是如果有一个痘痘 我最害怕的 不是痘痘本身 是那个痘痘之后 破了我没有处理好 嗯 的话 它最后就变成了 一个痣在我脸上了 哦 就是疤 对 就是一个疤 然后色素沉淀了 最后就像一个痣一样 嗯 这是我长痘痘最糟心的事 所以它是你痘痘 挤掉之后吗 还是说不挤 就是贴上去也可以 不挤的话白贴 啊 不挤你的痘痘 还没发出来吗 对 它就等于没有发 没有伤口 它其实没有催熟的 这个工 就是有些人 痘痘不是要先催熟 让它长出来吗 它没有这个功能 它其实本质上 就是一个医用肤料 叫它痘痘贴 只是因为你的痘痘 会变成一个伤口 它是用来保护和促进 这个伤口愈合的 啊 我发现省钱小妙招了 哎呦 讲讲 就是你可以买 大肤料减着用 对的 我就是这么干的 就因为你买这个 人工病10成10 然后9张10张 它也才三十几块钱 但是你买那个痘痘贴 一点点 其实也就四十几块钱 痘痘贴 它就会给你包装的 很漂亮 有小盒子 有剪好 你看你自己使用 因为有时候要出门的话 你自己剪那个 会剪的不太好看嘛 对 贴那个县城的 好看一点 就可以见人一点 但我自己在家 我都是用整一张 然后剪着 你看你省下的钱 就可以在旅行当中 买个戒指了 对 都可以买一些 纪念品 小于戒指 是的 你高低这个戒指 都省出来了 我推荐一个 是我今年在西班牙的时候 被我一个中国的朋友 种草的 是一个筋膜腔 然后因为我以前 用过很多类似的筋膜腔 但它最大的问题 是筋膜腔 你给我的感觉 就是隔靴搔痒 就是它始终 没有办法进入到 你的那个筋膜肌肉层 人家都要筋膜腔了 还不够 不够 就是因为我们是长时间 比如说训练 或者是健身也好 还是练武也好 就是那个肌肉的疲劳程度 是很高很高的 然后我 我是有一段时间 是必须通过人工拉伸 去缓解肌肉的 因为只有人工 才能使上那个劲 知道吗 就是正常的 其他部分的按摩放松 我都觉得不得劲 就是总觉得 只是在皮上面 做个功夫 但是要你得拉到 真的要把那个肌肉 给疏松开 然后这个是我当时 是我一个朋友 他带去了西班牙 因为那时候 我们在西班牙上课 每天都超级累 他说他带个筋膜枪 我想啊筋膜枪 因为大家现在很流行 买那种小小的 就是很小很小的 我以为筋膜枪就那么大 没有 那个那个有点大 那个小的 我都觉得力道不够 对 所以就是我要推荐 大家的这个 而且是这个品牌的 但是这个品牌 没有给我们钱 就 现在给他们一个机会 我已经买了 没关系 就大家买吧 就是叫做油品 这名字好奇怪 油品 油品 淘宝自己的优选 是不是叫油品啊 我不知道 反正它叫油品 就是很有品味的 那个油品 P-Cook P-Cook 对 然后它的这个筋膜枪 要去买那种 当然随便你们 是愿意买加热的 还是不加热 它有一个热敷的功能 哇塞 对的冬天如果你打的话 或者是放松肌肉的时候 它会有那种 自动加热功能 但这个我用的很少 它也是大的 大概有这么大 就是打起来 是有这么大 A4指 今天A4指 对 疯狂被Q 对 所以它不是那种 小的便携的 然后第二是 它的力道 就是它的每一档 以前我觉得那些 档位都是很 很虚的 很虚的 它就是在你皮上 抖一抖这样子 然后是打不着 但这个它是真的能 帮你有的那个 频道的那个力道 真的能帮你 戳爆你的肌肉 很疼 拿枪打自己的时候 真的是嗷嗷叫 对 但基本上 我用其他的那个筋膜枪 所谓的便携小的 对我来说就是 隔靴搔痒 就是完全没有感觉 打着眼睛就麻木了 你知道吗 对 但这款真的很好用 而且我周围很多 就是我们后来舞团 很多练舞的同学 都买了这个 然后甚至我们买了 还带给我们西班牙的同学 和老师 哇塞 太爱死你 对 因为他们就觉得 哇这东西好神奇 因为是我的老师 就是一集 他带了 他带了这个筋膜枪 带去西班牙 因为他那时候去比赛 然后他们西班牙的同班同学 就说 这也太舒服了吧 就是下了课以后 大家都在互相打 你知道吗 然后第二次 他去西班牙的时候 就买了几个 然后带到国外去 然后他们就觉得 这个东西很适合 比如说你有长期的 就是训练啊 健身啊 或者是像我们长时间练舞啊 这些运动 有运动习惯的 并且你们会觉得 肌肉酸痛很受不了的这种 非常非常推荐这款筋膜枪 哇 看上去很不错呢 但是我家已经有一个很大的了 所以我就不添加购物车了 不容易遇到一个 你看完之后不打算买的东西 不是因为之前买太多了 来我来给大家推荐一个 但是你刚刚说下单 马上就能得到的 这个也许 得不到吗 这个得要你来南京哦 我要推荐南京 金歌私房菜 给我震撼住了 太好吃了 我们电器有推荐过吗 我忘了 有个小时前刚刚吃完 因为我们之前做过一期 我爱南京的那个节目 我们就推荐了很多很多吃 但我们忘了有没有推荐金歌 太好吃 而且我觉得 你吃完很平静啊 你只是说不错很好吃 我就不外露嘛 对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馆子 非常的对劲 对劲的点是在于 其实在上海 你已经很少看到这种 这么接地气 但是又很菜品 又做得很足量 然后不给你耍花头 然后给你很实在的 味道也好 分量也好 还是菜这个组合也好 给你这么多花式花样的 我觉得已经 已经一本字典式的菜单 对呀 我觉得很少 真的很少 你看每个来南京的人 都得震撼一把吧 我都听愣住了 它不就是一个家常菜馆 哎呀 你看你就是神在福中 不服呀 天哪 它是很好吃 我会推荐你们吃 但我没有想到 你会在节目里推荐这个 那我也是 就两手都要硬了 我这边是推荐一个 就是体验为上的东西 我还有一个是推荐我 稍等一下 我们先说完这个体验的 今天吃完 你觉得哪个菜最好吃啊 我最喜欢椒盐鸭头 在南京做鸭不容易 但是在南京做鸭 就是你会 死得 就是 七所 你的牺牲是很有价值的 我觉得每一只鸭子的牺牲 在南京都是有价值的 对的 因为都会受到我们这种 哇 好好吃的赞美 它的每个部位 南京人都用透了 不过今天是我来吃金哥最贵的一次 鸡头米 对对 虾仁虾仁 一定是虾仁的锅 对的 对我们吃了一桌的菜 我们的菜都摆不下了呢 然后一塌瓜子吃了三百多块钱 是吧 三百块钱 我觉得是很贵了 已经很贵了 在金哥是我吃到比较贵的了 你看你被互币洗脑的人 真的是 毕竟你吃了什么 一块红烧肉五八八 对啊 讲那个我都震惊了 一块红烧肉五八八 五百八 不行不行 多来来南京吧 好不好 好的好的 以后就常住南京 真的我爱南京 来继续吧 然后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下单 确实能够马上获得的 就是我觉得在夏天非常实用的 洞洞鞋 上次他说到他推荐给我的 为什么是特定的洞洞鞋吗 还是就是洞洞鞋 就是你随便在网上搜洞洞鞋 然后你就买那个最便宜的 我上次买的那双是二十九块九 然后我用了淘金币二十三块一毛三 我穿去埃及 我觉得真的超级好穿 因为就是首先他这个洞洞鞋 他稍微有一点点的增高 那这个不仅说 你这个一米六八的 就是他不仅在这个身高上面 能够对我们小个子女生 有一定的加持 他更重要的一点是 埃及的这个路啊 其实他不平 然后有一些像你去到的巴扎 他不平就算了 他还有一些就是凹凸的地方 他也许就是人家泼了那个脏水 就没有来得及下 你知道吗 就是有些坑外的地方 你崴一脚是一回事 但你崴一脚惨到了捏捏的东西 你是另一回事啊 所以你不得要给自己 稍微上了一两厘米吗 就是对吧 就是稍微有个安全距离 这个是一点 我们路易十四穿高跟鞋的原理出来了 然后第二个是 我尤其推荐 如果你夏天要去逛那些地方的话 去沙漠什么的 因为第二点就是 大家都知道埃及很热 所以下意识地会想要去穿拖鞋 但是拖鞋很容易晒出那个印子 你回来也许就是埃及脚了 所以你动动鞋的话 其实它是一个保护的概念 就不会让你的脚晒出那么多的印子 然后你印象当中的 哎呀你这会不会晒出洞啊 我觉得不会啊 反正我是没晒出来对吧 但我觉得有个问题 动动鞋跟脚吗 跟脚非常跟脚 我以前买的动鞋不太跟脚 所以我都没有 后来就没有再买了 我反正我那双挺跟脚的 我觉得挺好穿的 而且最主要是它非常的轻 就是有一些动动鞋 我觉得会有点硬 有点重 但是那双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轻 所以它只要二十三块是吗 对的 就二十三块一毛三 就是非常非常的便宜 很好 这是不是得预啊 你能把你的那个店告诉我们吗 对的 天猫超市 天猫超市啊 对的 然后用淘金币就可以 我们来把猫超买爆 我真的怀疑你们俩是有入骨头 没有 没有 我们不配啊 我也想啊 还有吗 还有啊 还有什么 哎呀你怎么让我推荐那么多啊 下面那一个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用得上的 但是推荐给所有喜欢贴假睫毛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去搜一下酷吉宝宝 泰式A款 酷吉宝宝 哪根酷哪根吉 就是酷毕了的酷 然后吉祥的吉宝宝 然后它的款式叫做泰式A款 你现在贴了吗 今天每天 今天起晚了 但是那款超级自然 我推荐每一个喜欢贴假睫毛的都去尝试一下 而且可以走拼多多 拼多多上面是22块钱一副就可以买到了 淘宝25 对的 你看这三块钱剩下了吧 多省几个又能省住一个扫鱼戒指了 哎呀救命啊 是这款吗 你要买分段的 买分段款 泰式A款 好的 好的 不会贴假睫毛 我刚想说我看了我也不会贴 你不贴呀 我不贴 我是天然的 I love about this 那我们今天就是聊了这么多 关于旅行中慢慢买的故事 不知道大家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就是你们在旅行中买的 比如说你们后悔的东西啊 或者是你们觉得一定要买的东西 推荐的 对对对对 我乐意去翻这些评论区大家的留言 看买到有什么好东西啊 对 大家互相推荐一下 下次我们去到哪里哪里旅游的时候 就可以想到 哎有人推荐过要买这个 对 或者大家推荐一下 我下次就能够做测评了 哈哈哈哈 一个不知名博主开始做什么 旅游产品测评博主 这个赛道非常的好 好像还没有人 好像还蛮窄的 对啊 是吗 对 好的 好的 你考虑一下 对 好那这样我们最后 我们节目的那个片尾曲 要不NJ推荐一下吧 我推荐JJ的不炒不用花钱 嗨 Fashion Pizza 不要到处抠抠 什么什么 什么抠抠 什么潮流不用抠抠 对对对 不要到处抠抠 就是该花钱的时候就花钱 好好好 今天我就听着这首歌高低买它一点东西 那就买 买到的是你的体验 又押了 改花钱的时候就花钱买到的都是你的体验 我觉得这段要把它剪进去 哎呀救你啊 好的好的好的 这次聊得好开心哦 我觉得线下聊天好开心哦 好 是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次的节目 然后大家想听什么也可以留言给我们 然后我们看看下个月要聊什么 好的 然后那我们这期就先到这里啦 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跟大家说再见 不要到处抠 抠 救命官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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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 啊 Come on Hey greedy Don't fret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You mean it I have it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做多 做多 偏多就用 左手 胜多就不用想太多 太多 蹦蹦 蹦蹦 散开眼睛 就记得当下的强烈 又是灵魂 你闪而过 牛的你也吃苹果 我的念头不再啰嗦 现世界能入座 请你不要到处勾勾 早就需要勾勾 不小心就没勾勾 我 用力到这空空 忘掉所有空空 填满不到绝望 saying こう 恶不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